第501章阴阳狐妖 众人也都是老朋友了 认识的时间 说长不长 但也不算短 几人你一杯 我一杯地喝起酒来 他们几人的酒量都不差 三瓶白酒很快都给喝光 吃着菜 白龙是醉得最厉害的一个 毕竟谢曲真和王国才是僵尸 而林凡的体质 酒量也不算差 几人喝醉后 竟然聊到了梦想这个话题 此时白龙就差站到桌子上了 他手中拿着一个酒瓶 站在椅子上 豪迈地拿着酒瓶 指着窗外 以后的我 一定要成为一代大侠 斩妖除魔 匡扶正义 好 谢曲真听着 鼓掌起来 虽然他和江莹莹也不明白 斩妖除魔是什么意思 白龙衣屁股坐在椅子上 搂着林凡的肩膀 大哥 你呢 我可没你这么伟大的梦想 林凡深深地吐了口气 说 我其实想法挺简单的 能和苏清在一起 没那么多破事就行了 几人聊着天 整个屋中 虽弥漫着酒味 但谈得却全是梦想 他们喝完酒 林凡搀扶着白龙跟王国才 按理说 白龙喝醉了还情有可原 毕竟他就是个普通人 但王国才却也拿着酒瓶使劲地灌自己 带着他俩回到家 白龙迷迷糊糊地吼道 老子以后要斩妖除魔 老三呢 白龙眼睛都睁不开 朝着王国才一脚踹去 老子先踹你这僵尸一脚 我特么 王国才喝醉了 躺在地上 我招谁惹谁了 林凡看着喝醉的这俩人 将他俩丢到一个屋子里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 将他俩收拾好了 林凡走到阳台 冷风吹过 让他的酒意清醒了几分 他点了一根烟 站在原地 拿出手机 他看着手机中 苏清的电话 犹豫了起来 犹豫再三 他深吸了一口气 借着酒意 给苏清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边 很快变通了 喂 电话那头 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鼻涕虫 林凡沉声说 林凡 你个王八蛋 怎么这才想起联系我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苏清一听林凡的声音 愣了一下 说道 你知不知道 我哭了多少次 苏清被强行带回全真教后 然后便被告知了林凡的死讯 随后 他也被限制离开全真教 在全真教中修炼 听着苏清那边的骂声 林凡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后说道 我没死 苏清在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 然后才问道 你 最近过得怎么样 林凡点头 就那样吧 我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上全真教见你 苏清说 你想来的话 现在就可以 我还不信他们真敢对你怎么样 林凡心里无语地想到 当着你的面 他们当然不敢怎么样 我肯定会来的 林凡坚定地说 但不是现在 苏清说 你既然想来 林凡无奈地说道 我来了 难免遭人摆眼 我不想以那样的方式 说到这 其实还是自己的自尊心作祟 周宗既然不待见自己 以林凡的性格 很难再厚着脸皮凑上去 林凡相信 自己有欲建树 且天赋也不差 更何况 自己还得将全真教的少年天才 全部采一遍呢 那时 才是自己真正见苏清的时候 听着林凡的声音 苏清沉默了片刻 他明白 林凡的性格来说 既然已经如此说了 确实没有用的 苏清说道 你没事就好 记住 有什么事 就联系我 我目前在全真教这边 多多少少能帮上你 不必了 林凡吐了一口气 说 等我吧 说完 他犹豫了一阵 挂断了电话 苏清的模样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迟迟没有散去 林凡坐在沙发上 盘腿打坐修炼了起来 修炼时 他身体之中的酒意 也渐渐地蒸发 第二天一大早 窝草 二哥 你昨天是不是打了我一夜 妈的 老子手疼得厉害 昨天老子喝多了 不知道 不 你应该是打了我一夜 我好像做梦的时候 都梦着你打我呢 你也说了自己是做梦挨揍 做梦的事 能当真吗 但我真的浑身酸疼啊 林凡听着耳边的吵声 睁开双眼 往他俩看去 王国财浑身亲子 显然被人揍了一顿 当然 就这样的伤 对王国财而言 皮外伤都算不上 很快便能恢复 林凡刚准备开口说话 突然 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确实袁安顺打过来的 喂 袁辅作 林凡接起电话 然后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示意这俩家伙小点声 黄家时回来了 电话那边的袁安顺说道 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超级强者 超级强者 林凡皱眉问 恩 电话那边的袁安顺点头说道 狐仙族的阴阳狐妖 阴阳狐妖 林凡有些奇怪 这阴阳狐妖接近真妖精的巅峰 你收拾东西 离开徐州市 电话中的袁安顺说道 林凡眉毛皱了一下 随后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更不能离开徐州市了 额 袁安顺愣了一下说 这只阴阳狐妖若是出手 我们十方丛林也 不环游我那结拜兄弟吗 林凡说道 袁安顺沉着脸 阴阳狐妖可不是寻常之妖 南门全只是想利用你之前的那些名头 不会真心为了你跟妖先动开战的 他会的 他会的 林凡说 袁安顺眉毛紧紧的皱着 你 放心吧 林凡 对了 给你说个事 帮忙把王国财调到其他省份的十方丛林之中工作吧 袁安顺皱眉问 你这是在准备后路 算是吧 麻烦你了 林凡说道 恩 我明白了 让他收拾东西 我这就派人来接他离开 袁安顺点头起来 这件事情 事关重大 袁安顺也不敢掉以轻心 挂断电话后 白龙和王国财都往林凡这边看了过来 仿佛在问林凡出了什么事 第502章元 妙不可言 出什么事了 大哥 怎么突然要把我调走 王国财小声地问 林凡双眼死死地盯着白龙 有一句老话说得挺好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林凡脸上挤出了笑容说道 昨天晚上那顿酒 就当我们三人的离别宴了 你们两人马上收拾东西 然后离开徐州市 林凡认真的说道 白龙皱眉地看着林凡 黄家时回来了 恩 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超级高手 林凡点头 白龙说 是妖怪吗 是妖怪就行 我留下来弄死那玩意 林凡说 那些妖怪可不是傻子 你手中有猪妖鞭的消息 已经传开 现在你要做的事 就是马上离开这里 隐姓埋名 不能让任何人找到你 若是白龙不藏起来 总会有源源不断的妖怪找上门 来寻他的麻烦 胡仙族可是妖族最顶尖的势力 那样的势力 得知白龙手中有猪妖鞭后 派遣来了这么个高手 只有一种可能 在胡仙族之中 有能够对付得了猪妖鞭的东西或者方法 否则他们不可能派遣这么一个超级高手过来送死 白龙不舍地看着林凡 大哥 好了 我自己有份寸 现在也不是矫情的时候 林凡颇为果决 这也是林凡的优点 他说 不重要的东西 就别带了 赶紧走 白龙有些没有想到 昨天晚上还在一起喝酒聊天 今天突然就要分别 大哥 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咱们逃 白龙说道 林凡摇头 无奈地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可不是什么事情都能轻易逃掉的 这只妖怪如今已经找上门来 我的留下来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才行 那你怎么办 王国才担心地看着林凡 林凡说 放心 不怀有我那结拜大哥在吗 白龙死死地盯着林凡 他明白 这次皇家时是回来找他麻烦的 而不是找林凡 林凡却愿意留下来 就是用自己的安危 来换自己逃走 大哥 白龙咬紧牙齿 看着林凡 好了 林凡的脸上挤出了笑容 看着白龙咬牙切齿的样子 说道 走吧 说实话 这对于白龙和王国才而言 有些太过突然了 但其实林凡却并非如此 林凡早就有如此的计划 若是刚认识的时候还好 林凡也不可能为了他俩就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 但在接触下 林凡却是真的将这俩家伙当成了兄弟 更为主要的是 王国才只是最低级的僵尸 而白龙则是普通人 只不过手中握有猪腰鞭罢了 但现在 那只阴阳狐妖赶来 必然是有能够对付猪腰鞭的方法 他俩留下来 太危险了 而自己 林凡别的不敢说 最起码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在这次的危险中活命 他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若是真的危险来临 让这俩家伙先走 走吧 老三 白龙拍了拍王国才的肩膀 大哥不是什么冲动的人 王国才咬紧牙齿 重重地点头 他俩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东西 林凡送他俩到了楼下 没过多久 一辆黑色的轿车便开到他们三人面前 赶紧走 林凡对他俩说 白龙和王国才点头 也不多犹豫 继续在这里犹豫 徘徊 若是让要先动的人发现他俩逃走 反而更加麻烦 看着这辆车开走 林凡心中确实有些空荡荡了起来 他看着开走车辆的背影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呼 林凡深吸了一口气 也上楼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这个地方已经曝露 要先动那边是知道的 已经不能再住了 得换个地方住下 林凡将东西收好后 敲了敲对面的门 没过多久 谢去真打开房门 看着林凡拿着行李的模样 问道 林凡 你这是 学校那边 麻烦谢老师帮我带句话 就说那群学生我管不了 林凡顿了顿说 我们三兄弟也准备离开徐州市 以后有缘再见 你们这就要走了 谢去真赶忙从钱包中拿出500块钱 这是之前说好的伙食费 不用了 林凡摇头 然后带着行李便往楼下走去 林凡打了一辆车 然后给袁安顺打电话 让他给自己暂时先安排各地方落脚 最好是安全隐秘 不容易被人发现 并且还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地方 袁安顺有些奇怪 说你真不打算走 我现在走了 白龙他们也就危险了 林凡说道 我的吸引住 要先动那边的注意力 袁安顺说 你这小子 当初来我们这 把天心道馆 换进门 要先动一口气全给得罪了 就无品道长的实力 得罪的人一个比一个吓人 林凡脸上也忍不住流露出苦笑 我也不想 我给你个地址 你过去后找一个叫汪絮的人 若林凡即将面对的别人 甚至是皇家时 袁安顺大不了让他来自己公司住一段时间 毕竟他公司算是这整个省的十方丛林总部了 但现在引来的是那只阴阳狐妖 那可是真人竟巅峰的超级强者 万一人家杀过来 毁掉了他们这个总部 十方丛林也没辙 比实力 袁安顺也都不过这个阴阳狐妖 比背后的势力 人家背后的狐仙族 也不比十方丛林差 林凡开着车 来到了徐州市的一处颇为破旧的地方 这里全是低矮的楼房 地上坑洼不平 环境极差 但在这里走动的也多是三教九流之人 林凡走到一栋旧楼楼下 林凡来到一楼左边的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很快 门打开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他上下打亮了林凡一番 林凡刚准备说话 这个人说 我是汪絮 朋友介绍来的 好路的 汪絮轻居熟路的说道 跟我来吧 住一天五百 保证在这里没人能找得到你 说着 汪絮拿着一串钥匙 带着林凡走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门口 他打开门 说 就这里面 进去吧 先交十天的钱 林凡没有说话 点头拿出五千现金 这时 旁边房间中的南门河突然推门走了出来 林凡和南门河对视着 好像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原 妙不可言 第五百零三章贤弟放心 老板汪絮看着两人对视的样子 就没开口问道 怎么 你们认识 汪絮的这个地方 是专门给一些犯了事的人躲藏所用 基本上来说 来这里的人 都是见不得光的 汪絮提醒道 不管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 总之不能闹事 明白吗 说完 汪絮拿着手中的钱 转身下楼 瞧啊 林凡脸上挤出笑容 开口说道 南门河捏紧拳头 目光不善地看着林凡 他微微喘着粗气 沉声说道 林凡 你还敢来这里 说完 他慢慢地往林凡走了过来 显然随时都会冲林凡出手一班 林凡心中却也没有多少慌乱 南门河这家伙的确实力很强 是七品化行径 但自己如今也已经到达五品道长的境界 真的要拼命起来 自己也不会太拒塌 只不过没必要啊 林凡往后退了一步 说道 南门兄 冷静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南门河双眼不善地说道 你当我躲起来就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 林凡咳嗽了一下问 南门河 你和我哥哥结拜 林凡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南门河的手中 出现了一顶大刀 林凡 往我当初如此相信你 甚至把你当成真正的兄弟般对待 你竟然背叛我 林凡还在想该怎么和南门河解释呢 突然 南门河的屋中 走出来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装 长得倒是颇为俊俏 背后背着一柄长剑 他被着手 往林凡这边看了过来说 你就是林凡 你又是 林凡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少年 王伯伦 少年说道 林凡有些奇怪 他能看得出 从南门河屋中走出来的这个少年 看向自己的目光带着不善之色 甚至是仇恨的神色 但自己好像是刚认识他吧 什么时候自己的罪过这人 林凡心里有些莫名其妙 南门河脸色冰朗 二话不说 竟朝着林凡便一刀猛的劈来 这家伙倒是一点都不客气 草 林凡急忙往旁边躲去 砰的一声 这柄大刀砍在墙壁上 墙壁被南门河一刀直接劈出了一个极大的祸口 且还传出轰的一声巨响 林凡脸色沉了下来 南门河 冷静点 我不想和你喂敌 不想和我喂敌 可我现在恨不得将你剁成肉酱 南门河身上的妖气 围绕在了手中的大刀之上 七品化行径的妖人 可绝不算是弱者 磅薄的妖气 朝着林凡铺天盖地的就涌来 斥令 天兵上行 妖邪悟尽 林凡一道俘虏抛出 金黄色的结界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哼 一声巨响 七品化行径的实力 的确不同凡响 这一刀砍在结界上 愣是让结界出现了无数裂痕 林凡也是胸口一闷 林凡就这样站在走廊上 和南门河互相对峙了起来 李就是林凡 王伯伦的双眼中 露出了淡淡的失望之色 不懈地说道 原本还以为真是各所谓的少年英杰 没想到实力只是如此 倒是让我白跑一趟了 林凡心中一灵 听着少年的口气 他是冲着自己来的 助手 此时 汪絮的声音传来 他从楼梯又走了上来 汪絮刚下去 就听到上面传来吵闹声 在他的地方打闹 绝对是一个大忌讳 林凡愣了一下 他们骑骑往汪絮看去 汪絮看着手拿大刀的南门河 骂道 在我这里动手 你找死是不是 你找死 南门河捏紧手中的大刀 这样的普通人 自己就算是在一个 也无伤大雅 他目光不善地盯着眼前的汪絮 汪絮冷声说 我这里有自己的规矩 最近有不少人来我这里 打听过一个叫南门河的人 说完 汪絮手中拿出了一张照片 正是南门河的模样 汪絮说 我这里有自己的规矩 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不会卖人 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南门河心中一颤 沉着脸却是将刀收了起来 汪絮看向林凡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仇恨 要打要杀 出了这栋楼 随便你们 但在这里 不行 说完 汪絮转身离去 南门河喘着粗气 恨不得将这家伙 给活生生地撕了 一个普通人 竟然敢和自己如此嚣张 但汪絮刚才所说的话 却又让南门河 不敢再轻举妄动 若是让南门全得到 自己在这个地方的消息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幻境门的高手 过来追杀自己 那个老板的出现帮自己化解了矛盾 倒是让林凡有些意外 他看了南门河跟王伯伦一眼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之中 这房间的环境 还真是够差劲的 到处都脏兮兮的 一天五百 还真是够黑的 林凡摸了一下椅子 上面全是沉淀的灰尘 将就一下吧 林凡拍了拍手掌 随后拿出手机 给南门全打了电话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 南门全在那边笑容满面的说道 显地 有事 是这样的 有点特殊情况 兄台帮我散布点消息 就说我 白龙 还有王国才到你那里做客了 林凡说 南门全皱眉起来 问道 到我这里做客 你们直接过来就行了 还用散布什么消息 有个地方最近恐怕会追杀我 我想让兄台帮我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 林凡笑着说道 南门全一听 一拍大腿 说道 什么人 胆也特肥了 在我的地盘 还想对付贤弟你 贤弟放心 我这就召集人手 兄台只要散布消息 他应该会被吸引过去 林凡沉思了一阵说 南门全点头 我明白了 贤弟放心 电话挂断 林凡倒是没有说出南门和在这里的事情 没必要 他和南门全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罢了 林凡坐到床上 思索着接下来的计划 若是直接逃走 其实倒也不难 现在有南门全帮自己吸引注意力 自己大可以一走了之 第504章捆绑受虐狂 但现在还不能走 现在想要从这个地方逃走 的确不难 可是猪妖鞭对于妖族而言 那可不是小事 肯定会严查到底 现在逃了 白龙彻底隐藏其行踪倒是无法 林凡呢 林凡可不想一辈子隐藏在暗处 见不得光 现在走了 若是回到江南省 恐怕那的阴阳狐妖会马不停蹄地找来 找不到白龙 自己又和白龙之间关系如此密切 必然会是妖族的目标 到时候 只会有更多的麻烦 难道到时候把这个大麻烦带去给苍剑派 还不如在这里 靠着自己大哥南门拳解决掉呢 林凡还在沉思之中 突然 门口传来敲门声 他往门口的方向看去 王伯伦已经打开门 他站在门口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说道 你就是林凡 你是 林凡问道 他能从王伯伦身上 感受到那一股毫不掩饰的敌意 林凡心里有些奇怪 王伯伦被着手走了进来 说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林凡心里忍不住按骂 谁特么知道啊 还未止叫 林凡问 王伯伦说 全真叫 王伯伦 林凡眉毛皱着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 王伯伦心中却是一尘 心里更是暗骂 特么 竟然不认识自己 王伯伦在还是道长进时 是绝代天交榜的第五名 在全真教中 也是有数的天才 他这样的人 是绝对当得起绝代天交这四个字的 王伯伦五岁随师父修炼 如今二十一岁的年龄 已经达到了二品真人静 这样的天赋 简直是让人争目扎舌 要知道 他才二十一岁啊 当然 在这个时代 任何天才恐怕都会做同一件事 那就是骂李长安那个王八蛋 王伯伦的天赋 按理说 绝对是让任何人都感到头皮发麻的 可惜同代之中 却有李长安 但这并不影响王伯伦的天才身份 他目光平静地看着林凡 开口说道 我是谁不重要 可你冒用周宗大长老外孙女婿之名声 在外招摇撞骗这件事 却是真的吧 他这样的眼神 让林凡感觉很不舒服 自己从王伯伦的双眼中 看出了那种比清涅还要不如的目光 清涅 好歹只是轻视 可王伯伦那双眼睛中 却好像根本无视自己一般 好像在他眼中 自己只是一团空气 那种感觉 真是让人感觉不爽啊 和你有关系吗 林凡冷声反问道 王伯伦皱眉 你乱用我全真叫周宗大长老的威名 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哦 那周宗大长老是你什么人 林凡说道 全真叫的人 一个阿猫阿狗出点事 你也会大老远跑来管吗 真够闲的啊 兄弟 王伯伦沉着脸 他的身份地位 放到外面 到什么地方不是被当做大爷一样的攻起来 谁会跟他用这样的语气说话 眼前的这个林凡 找死吗 我只是来告诉你 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不该攀的关系 别乱攀 王伯伦淡淡地说 而且苏青姑娘和你这种底层的人 以后几乎是不可能有什么瓜葛的 你还是收起这癞蛤蟆吃天鹅肉般的想法 林凡歪着脖子 看着眼前的王伯伦 他算是听出来了 这王伯伦大老远地跑来 为什么周宗大长老出头怕是假 现在所说的 才是他来的主要目的 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说道 我和苏青怎么样 和你有关系吗 王伯伦说 我只是打抱不平 苏青姑娘在教内苦修 不知外面的情况 难免有些人打着他的招牌招摇撞片 最后毁了苏青姑娘的名声 林凡站了起来 和王伯伦对峙着 林凡开口说道 论关系呢 为苏青打抱不平的这种事 还轮不到你来做 王伯伦眉毛唯唯一皱 他此行 便是听到了外界有人打着周宗大长老 外孙女婿的名头 他得之后 第一时间便赶来 想要好好的教训这家伙一顿 王伯伦天赋超然 普通的女子 他看不上眼 但在门内 看到苏青的时候 加上苏青的背景 那可是周宗大长老的亲外孙女 王伯伦自然想要追求苏青 可没想到在苏青那里 却屡屡碰壁 到后来 连面都见不到 哼 打抱不平之事 人人都可做 王伯伦咬牙说道 今天我便把你绑了 带回全真教之中 让你跪在周宗大长老的面前认错 你确定要绑我回全真教 林凡问道 王伯伦冷声说 你当我不敢 来 有种事事 林凡伸出了双手 漆黑的房间中 林凡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 王伯伦上下打量着林凡 你这家伙 没种 不敢了 林凡问 林凡此时在房间中 找到了宗神 怎么 难道还要我自己把自己绑上 王伯伦心里有些警惕 毕竟林凡此时的样子 有些 有些太诡异了啊 自己明明是来取这家伙性命的才对啊 王伯伦盯着林凡那真诚的双眼 哼 绑就绑 你当我不敢把你带回去 给周宗长老认错 若是直接杀了林凡 恐怕反而会惹得苏青姑娘不喜 毕竟他们二人 好像的确是同桌多年 但若是自己带着林凡回到全真教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穿林凡在外面的骗局 打着周宗长老外孙女婿的名头 招摇撞骗的模样 必然能让苏青对这家伙厌恶 到时自己才有机会 想到这 王伯伦拿着绳子 那我真绑了 不绑你是我人杂 林凡说道 王八蛋 王伯伦心里暗骂 就让你这小子多活两天 等回去 揭穿了你的骗局 让苏青姑娘对你反感后 我亲手杀了你这王八蛋 想到这 王伯伦使劲地将林凡给捆了起来 看着林凡脸上的笑容 王伯伦心里忍不住想着 这家伙该不会是神经病吧 或者说 是捆绑受虐狂 被绑着还能笑出来 第505章被人绑走了 此时 林凡脸上带着笑容 王伯伦可是绑人的那个 他气势也不能弱啊 他看着林凡也冷笑了起来 王伯伦心中冷笑着 现在你这家伙笑吧 等你跟着我回了全真教 看你还能不能笑出声 林凡则是看着他 心中暗道 还想带着我回全真教 那阴阳狐妖在 能不能带着自己离开徐州市 恐怕都是个问题呢 两人就这样各怀鬼胎地互相笑着 若是有其他人在场 恐怕会想 这两个家伙是神经病吧 此刻 妖先动之中 一个大厅中 黄家石和澎湖一左一右 都坐在下坐 而上座 则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虎背熊妖 倒不像是狐妖 说他是狐妖 熊妖估计更能让人信服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阴阳狐妖 阴阳狐妖只是他的外号 这妖名为胡九喜 名字倒颇为吐妃 这胡九喜可不是寻常妖怪 他之所以得到阴阳狐妖的名声 便是因为他是罕见的阴阳狐 阴阳狐体内 既能修妖气 又能修正气 两者皆修的话 实力比同阶狐妖 更是强出极多 胡九喜是清朝末年城的妖 按年龄 还远不如下坐的皇家石 但他因为阴阳狐妖的体质 在高手如云的胡仙族之中 也是地位超然 查到那个手中握有猪腰鞭之人的下落了吗 胡九喜坐在上方 声音浑厚地问道 坐在下方的皇家石 此时开口说道 胡大人 倒是有了一些线索 只是只是什么 胡九喜略为不满地看着皇家石 皇家石说道 根据传来的消息 那个白龙衣行人 此时正在幻静门中做客 幻静门嘛 胡九喜冷声说道 黄家石点头 听说不久前 那个叫林凡的小子 和幻静门新门主 南门全结拜了 若是咱们就这样去的话 虽然有胡九喜这样的顶尖强者在 但毕竟众人都是妖怪之身 而白龙手中那根猪腰鞭 黄家石光是想想心里都有些不安 若只是白龙 林凡几人 胡九喜倒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但如果这些人躲在幻静门之中 依靠着手中的猪腰鞭 他们还真的难以解决掉林凡三人 又何妨 胡九喜站了起来 声音豪迈地说道 难不成 这徐州市 还有我对付不了之人 幻静门内的南门全忙碌正啊 能不忙吗 林凡这身份 这地位的人 此时主动找自己帮忙 他当然的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此刻 他所在的大厅附近 暗中埋伏了不少人手 于华龙安排好这些人手后 走进大厅中 门主 大量的高手已经安排好了 恩 干得不错 南门全坐在一张椅子上 笑着二郎腿 脸上带着笑容 记住 若是有人上门来找我贤弟的麻烦 带到这里 我们这么多高手 直接将他拿下 听着南门全的话 于华龙连连点头 拍着马屁 门主英明 南门全嘴角露出笑容 说道 废话 让下面的那些人一个个别闲着 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恩 于华龙点头 这时 外面有一个弟子 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他看着南门全和于华龙说 不好了 门主 大事不好了 是不是有人找上门来了 南门全问道 这个弟子点头 急忙说 不过 南门全大手一挥 没什么不过的 让下面的人准备好 那些他们 此时 半空之中 两股棒薄的妖气席卷而来 南门全愣了一下 随后 两道人影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却是胡九喜和黄家十二人 南门全并不认识胡九喜 不过黄家十他却是认得的 看到竟然是黄家十赶来 大厅周围的人手嗖嗖地就冲了出来 朝着他俩就攻去 妈啊 南门全心里无语起来 急忙说 兜住手 停下 这是黄大人 南门全喊得速度不慢 原本攻向胡九喜他们的那些手下 都停了下来 他们目光疑惑地看向南门全 搞不明白门主这是怎么了 之前还一副兴冲冲的样子 要拿下呢 都先给我退下 南门全沉着脸 大声说道 南门全看了一眼黄家十 又看了一眼黄家十身旁的胡九喜 他的眼力竟还是有的 黄家十就不用说了 五品真妖精的超级强者 更恐怖的是 旁边这个壮汉 看起来比黄家十实力更加高强 黄家十上下打亮着南门全 南门小子 你这是干什么 突袭我们 他吞了口唾沫 问 黄前辈这突然来这 不知道所为何事 南门全心里不断地念叨 希望这俩人过来是为了别的事情 不要和自己那贤弟扯上关系 此时的南门全 可谓是帮林凡操碎了心 林凡和那个叫白龙的呢 黄家十开口说道 咯噔南门全心里咯噔一声 完蛋了 真是冲林凡来的 南门全也不是傻子 他猛然就明白林凡为何要让自己帮忙散布消息 说他在换进门 感情是为了把这两个敌人给引来 南门全现在很想吐血 妈的 自己那个贤弟 你说在徐州省 南门全不敢惹的人 还真是没几个 但恰恰的 面前的黄家十就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现在黄家十成了门主 都得以晚辈的身份自称就可见一般 黄家十此时脸上带着冷漠之色 胡酒喜沉声说道 说 那个林凡在什么地方 这我要是说自己不知道 两位相信吗 南门全有些弱弱的看着面前的两个大妖怪 黄家十说道 你说我俩会不会相信呢 南门全心里暗暗叫苦 妈的 就在这时 于华龙电话响了起来 于华龙有些尴尬的拿起手机 然后听着电话里面的内容 他脸色变了变 冲南门全说道 门主 糟糕了 李那贤弟 被人绑走了 啥 南门全一听 就愣在了原地 妈的 自己那贤弟别的本事没有 招惹是非的功夫 还真是够强的 第506章贤弟啊贤弟 如果林凡此时在自己面前 南门全恐怕地臭骂他一顿 南门全不傻 他如何想不明白自己被坑了 原本还想着跟林凡结拜为兄弟 能占点便宜呢 没想到现在麻烦却是一茶接一茶地找上门来 黄家时和眼前这个壮汉 如此强的高手 两个真妖精的强者 自己那贤弟是怎么招惹的 他怎么活到跟自己结拜的 好 这就暂且不说了 这个大麻烦才刚找上门呢 林凡又被人给绑走了算什么事 妈的 这才真是不叫人省心啊 南门全捏紧拳头 不管嘛 那能行吗 自己捏着天是浮发了毒誓的 若是不管 真会被雷劈的 那可不是开玩笑 想到这 南门全闭着双眼 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贤弟啊贤弟 一辆奔驰轿车的后座上 林凡靠在椅子上 他背来了个五花大宝 而王伯伦则开着车 离开徐州市 王伯伦看起来心情颇为不错 偶尔还会看一眼后座躺着的林凡 他心中想着 这家伙看样子还算是老实 没想耍花样 当然 即便是跟自己耍花样 那也是徒劳务功 高兴嘛 林凡坐在后面 看着开车的王伯伦 王伯伦笑呵呵地说道 心意间便将你给抓了 自然是高兴 开心 我还要哈哈大笑给你听 笑吧 笑吧 回头还有更高兴地等着你呢 重磅极的 林凡笑着说道 是吗 王伯伦冷恒一声 林凡躺在椅子上 说实话 王伯伦的出现 让林凡总算是有了解 绝白龙这个问题的方法 车子开了约半个小时左右 林凡原本躺在车子后座上 闭着双眼休息呢 突然 他感觉到了异样 正开双眼 好庞大的妖气 林凡低声嘀咕了起来 车子急杀 前面传来了王伯伦的吼声 什么人 挡我的路 林凡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此时车子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停着呢 而前面 则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黄家石 而另外一个人 林凡却从未见过 但这个人身上的那股气势 却比黄家石更强 林凡心中一灵 这个家伙 应该就是袁安顺口中所说的阴阳虎妖了 还在车内 林凡就大声吼道 你们全真教都是王八蛋 为了一根猪腰鞭 至于吗 还兵分两路 抓走我白龙兄弟 你们想要猪腰鞭自己抢走不就行了 还非得抓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王伯伦回头瞪了林凡一眼 心中奇怪 不过王伯伦也能感觉到 外面这两人的实力 很强 他打开车门 走下车 而拦住车的两人 黄家石和胡九喜眉毛都皱着 他们二人的听力 自然是听到了林凡的骂声 你是什么人 胡九喜沉声说道 王伯伦说道 全真叫 王伯伦 胡九喜开口说道 全真叫的那个天才 王伯伦见对方听说过自己明慧 放心了不少 开口说道 既然听说过我的名声 那就赶紧让开 别挡了我的路 王伯伦的天赋 未来可齐 即便是在全真叫中 恐怕以后也会是大人物 至于眼前的这两人 实力的确很强 但全真叫中 王伯伦看到过不少比眼前的这两个家伙更强的存在 你们全真叫抢走了猪腰鞭 胡九喜脸色难看了起来 什么猪腰鞭 王伯伦一脸奇怪的说 我只是来抓人的 你所说的猪腰鞭 我听不懂 他这话一说出 让胡九喜心中 更信了林凡的话几分 毕竟全真叫 无缘无故的跑出来抓林凡这种人干什么 至于眼前的王伯伦不知道猪腰鞭 倒也很正常 毕竟猪腰鞭那种东西 是一等一的宝贝 不让下面的人知晓 也情有可原 黄家时脸色难看 说胡大人 若是全真叫得到猪腰鞭的话 以后我明白 胡九喜重重的点头起来 猪腰鞭在白龙这个普通人手中 都能发挥出如此强的力量 更别说在全真叫这样的门派了 真让全真叫得手了 以后他们胡先祖 甚至是四大先祖 拿什么和全真叫来斗 说 你抓走那个叫白龙的同伙 走的哪条路 胡九喜呵斥道 王伯伦看着这两个妖怪一脸激动的样子 他却是有些不以为然 他坚信 这两人既然听说过自己的名讳 就不敢轻易地动自己 他说道 我说过 我不知道 另外给我把路给让开 我还有事要办 拿下 胡九喜说道 黄家石一听 抬手就朝王伯伦抓来 王伯伦见死 想要拔剑抵挡 可瞬间 便让黄家石庞大的妖气给制住 很快 王伯伦被黄家石给绑了起来 倒在了地上 全真叫的少年天才 我呸 黄家石冷笑一声 王伯伦吼道 两个妖孽 放开我 否则有你们好看的 这个林凡呢 黄家石的目光看向了林凡 此时 一辆车飞速地开道 南门泉急忙下车 看着眼前的场景 说道 这是 胡九喜指着车内的林凡 道 这人没什么价值 杀了 黄家石点头 就准备动杀手 南门泉看得心头一灵 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头顶的乌云 恐怕已经开始聚集起来 若林凡死在徐州省内 按照他的誓言 自己不得被一道雷给劈死 慢 南门泉赶忙阻拦说 黄前辈在下和林凡乃结拜兄弟 还请给我一个面子 回头我必送一份大礼给您 黄家石皱眉起来 看着车内被绑着不能动弹的林凡 他们要先动和幻境门 毕竟以后都是徐州省内的势力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而且南门泉如今已经是幻境门的门主 这样的人物 给他一个薄面 倒也不是问题 反正抓住王伯伦这个关键人物就可以了 杀不杀林凡 倒是没有天大的影响 黄家石笑呵呵地说 不知道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南门泉沉声说道 我愿把一世的势力 全部让给你们要先动 第507章这波血亏 南门泉有些肉疼 一个世的势力地盘 全部让给要先动 还真是要老命了 也就相当于将十几分之一的势力 就这样凭空让了出去 黄家石也微微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南门泉竟然如此在乎林凡的生死 他心中不由有些佩服 心想 这两人听说刚结拜不久吧 没有想到南门泉竟然是一个如此重情 重义之人 当真是让人钦佩 钦佩的同时 黄家石道 两世 否则免谈 成 南门泉有些肉疼 但也咬牙答应了下来 没办法 林凡死了 他就得死 胡大人 黄家石目光看向一旁的胡九喜 毕竟现在拿主意的是胡九喜 抓住着王伯伦就可以了 这无关大雅的人 换取势力 倒也不错 胡九喜面无表情 唯唯点头 算是答应了 王伯伦躺在地上 欲哭无泪 大声吼道 什么叫抓住我就可以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什么猪腰鞭 什么白龙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黄家石一脚踹在王伯伦的身上 还嘴硬 行 带你回去慢慢盘查 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两人带着地上的王伯伦 一股妖气卷着他们 便飞天里去 呼 南门泉松了口气 急忙上前 解开了林凡身上的绳子 王伯伦这下 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林凡脸上那标志性的笑容再一次出现 前弟啊 这绑架你的人 又是 南门泉问 你在徐州省还有多少敌人 一口气说给我听听 放心 你兄台我心里承受能力还成 林凡说道 兄台果真仗义 一字天下无双 好歹人家用两室地盘的势力换自己呢 夸两句也没毛病 南门泉有些肉疼 嘴角抽了抽 心里骂道 要是没有天使福 谁管你的死活 当然 想是这样想 但脸上还是笑容满面 拍着林凡的肩膀说 只要有为兄在 徐州省内 显地可高枕无忧 多谢兄台 林凡说 咱们结拜兄弟 不谢 这样 你看你是要去哪个省 带族盘缠了没 我给你些钱 林凡问 兄台这是要赶我走 让我离开徐州省 南门泉很想点头 可不是吗 林凡这王八蛋留在徐州省 就是个定时炸弹 指不定什么时候 砰的一声就爆炸了 他恨不得跟宋祖宗一样 送走林凡 南门泉脸上带着笑意 说道 贤弟啊 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这徐州省 多危险 你敌人又多 留下来不是还有兄台你吗 南门泉黑着脸 但双拳难敌四手啊 万一我一个疏忽 让你死了 林凡说 没关系 我不怕死 南门泉很想大吼 老子怕死啊 林凡说 我这手无寸铁的 就这样离开 也有点危险 武器这个好说 我听说你惯用剑 我回头送你一柄法器 林凡说 我要一顿的剑 不 一顿啊 南门泉点了点头 随后回过神来 死死地盯着林凡 你说嘛玩意 一顿 贤弟你用剑都是用盾算的嘛 反正林凡的打算也是即将离开徐州省 此时不坑南门泉一把 以后怕也没多少机会了 林凡说 我不挑 凑齐一顿就行 当然 破旧的剑也可以 但前提是 这把剑破旧之前 必须的是好的 行 南门泉说 贤弟你先离去 回头给我个地址 我让人给你烧一顿好剑去 南门泉的嘴角抽动 这怎么说的 就跟烧一顿破烂一样 我还是等兄台准备好了再走吧 林凡说 当然 我不是怕你以后不给我 只是万一呢 为万一 南门泉有些崩溃 要是我不给你 到时候你跑回徐州省 林凡看着南门泉的样子 明白这家伙恐怕是不敢不给自己了 他说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兄台了 不用 兄弟之间 千万不要说谢字 贤弟啊 你就赶紧的离开徐州市 回头我凑起了好剑 一定马上送过来给你 南门泉说道 林凡脸上带着浓浓的笑容 那这样 兄台我们拥抱一个 别抱了 赶紧走吧 南门泉将林凡推上自己的车 将车钥匙给了林凡 贤弟 一路顺风 路上小心点 别处车祸啊 那我真走了 林凡说完 开着车 顺着这条小路 便往前面开去 看着林凡开车离去 南门泉才真正的松了口气 妈的 不小心招惹上了林凡这样个王八蛋 他有些肉疼 想着自己丢掉两时的地盘不说 还得给林凡一顿剑 草 这不血亏啊 只不过南门泉想了想 能将这林凡送走 也算不错了 总比他留下来让自己成天提心吊胆的好 妖心动之中 一个阴暗的眼洞内 王伯伦不复之前的风光 此时衣服破破烂烂 浑身上下被铁链给绑着 此时一只小妖拿着鞭子 不断地抽在王伯伦的身上 啊 一群妖孽 等着吧 我师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很多妖怪被安排轮流过来鞭打王伯伦 胡九喜和黄家石齐步走了进来 看着狼狈不已的王伯伦 黄家石说 胡大人 刚才我联系全真教那边了 说王伯伦在我们手中 让他们用猪妖鞭来换人 果然 全真教那边没有承认抢走猪妖鞭 还说让我们立马放走这家伙呢 胡九喜冷恒一声 若我猜得没错 猪妖鞭恐怕已经到了全真教的手中 这样的宝物 被他们给吞下去 那还有轻易吐出来的道理 说到这里 胡九喜捏紧拳头 给我狠狠地打 胡九喜指着被绑住的王伯伦吼道 王伯伦承受着鞭子抽打在他身上的疼痛感 心里也是大骂 这他妈什么蹲什么啊 自己明明只是想来抓个林凡 回去揭穿林凡的真面目 怎么现在自己反而被绑了起来 这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腰心动中 不断回荡着王伯伦的惨叫声 第508章下马威 林凡开着车 朝着江南省的方向开去 林凡的心情也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离开仓剑派的时候 其实颇为落寞 是被全真教的人给赶出来的 而此时回去 确实有些 有些不够依井还乡啊 想到这 林凡叹了口气 忍不住摇头起来 没办法 谁让自己跟个惹祸惊一样 林凡开着车 心里都忍不住暗暗想到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惹祸上身 这一个特殊的技能天赋 到哪都能惹一堆事出来 开着车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竟是袁安顺打来的电话 喂 袁辅作 林凡开口说道 袁安顺在电话那边问道 林凡 没事吧 恩 问题 暂时性的解决了 林凡说 只不过 徐州省也不适合我继续带下去了 电话那边的袁安顺沉默了片刻 问道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里 回江南省吧 林凡说道 离开江南省也有一段日子 也是时候回去了 袁安顺点头起来 随后说道 给你打电话呢 主要是问问你的情况 没事就好 另外 还有一件事 你说 林凡道 对于袁安顺 林凡还是颇为感激的 袁安顺给予自己的帮助 还真是不算小 袁安顺开口说道 有没有兴趣 去江南省做辅佐 啥 林凡愣了下 他开着车 说 袁辅佐 你可别逗我完了 我现在财务品到掌镜 即便是做巡查史 当时都是你给开的后门呢 当辅佐 袁安顺笑着说道 刚好江南省那边的辅佐 最近高升了 所以我向上面推荐了你 没想到上面却认为你还不错 准备让你试试 林凡心忠诚了下来 真的 林凡问 袁安顺道 当然是真的 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 只是 林凡思索了好一阵 随后说 我这个实力 真做了辅佐 能让下面的那些巡查史福气吗 我估计不能 袁安顺道是颇为实诚 林凡说 这不就对了 袁安顺说 你要是真人尽的实力 让他们福气 那不叫本事 你现在无品道长竟让他们福气 那才叫本事呢 林凡一听 等等 等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袁安顺说 你是十方丛林的人 上面已经将你确定为江南省的辅佐 我给你打电话 也只是通知你一声 林凡黑着脸 你就不能让我安安心心回去修炼一段时间吗 我倒想了 行了 小子 江湖路长 有缘再见 说完 袁安顺在办公室之中挂断了电话 他坐在沙发上 抽着雪茄 你起了双眼 说实话 让林凡去坐江南省府坐 可不是袁安顺的意见 就算袁安顺再怎么看好林凡 也不至于提出这样的要求 而是上面那人 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看中林凡 这次林凡离去 袁安顺知晓后 原本是想汇报一下上面 让上面的人安排林凡去江南省做巡查室 没想到却直接给了林凡辅佐的位置 一个辅佐有多重药 多大的能量 袁安顺再清楚不过了 要知道 别看袁安顺在徐州省内 好像未守未脚 这不敢管 那不敢帮的 那是因为十方丛林 一半以上的高手 都在总部之中坐镇 剩下的一半 则分散在全国各地三十多个省中 真正的十方丛林 很恐怖 林凡如今才二十岁不到 而一省辅佐 在十方丛林中 也算是中高层的身份了 这么年轻 就做到辅佐 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 想到这 袁安顺摇了摇头 心想 希望林凡能压得住手下那些人吧 刚上任也就罢了 但若是长时间压不住手下的人 不管上面再怎么看中 最后还是会撤掉林凡辅佐的身份 可能加入十方丛林的 基本上都是一方天才 高手 心高气傲 桀傲不寻的很多 加上林凡这样的实力 成为那群人的顶头上司 能有人服气才怪了 林凡开着车 脑袋都有些迷糊 自己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辅佐了 林凡无语起来 真不是矫情 他找南门泉坑那么多的修炼资源 原本所想的就是回去闭关修炼 最起码的等自己真人静了 再出来行走江湖吧 唉 不得安宁啊 林凡摇头起来 江南市 江南省的省会 此时正值傍晚 一辆挂着徐州市拍照的轿车 驶入了江南市的市区之中 林凡开着车 看着江南市里面的模样 颇为感慨 自己总算是回来了 而且 原本自己所想的一锦还乡 虽然现在 不算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一锦还乡 但如今自己成为辅佐 也不算丢人吧 林凡开着车来到了一个学校门口的书店前 这就是石方丛林在江南省的总部了 也是林凡现在先来报到的地方 林凡停好车后 往书店里面走了进去 这家书店开在中学的门口 在这里面闲逛 看书的学生倒是不少 整个书店也很大 一楼有接近两百个平方 林凡往里面走去 里面有一个楼梯 可以上去 林凡走上前 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 走上来 拦住林凡 说道 你是什么人 林凡 壮汉愣了一下 多看了林凡几眼 你就是新的恩 林凡点头起来 林辅作 你好 我叫郑光明 是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请跟我来 郑光明说完 转身就往楼上走去 林凡看了一眼漆黑的楼梯 跟着往上面走了上去 这上面可谓是别有洞天 二楼是一个类似会客的办公室 有一个庞大的会议桌 沙发 办公桌 总之 一应俱全 而沙发上 只坐着一个人 林凡看去 倒是熟人 以前见过 钟寻 曾经那个想要杀骨血姐姐的巡查使 巡查使指来了一个人 林凡向郑光明问 郑光明有些尴尬的点头起来 林凡皱眉起来 自己这第一天上任 就指来一个巡查使 这一个个是在给自己下马威啊 第509章冬子 钟寻 好久不见 林凡开口打着招呼 好歹算是以前见过面的 钟寻则是皱眉起来 看向郑光明 问道 这就是新来的辅佐大人 郑光明点头 恩 钟寻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 上面在搞什么 怎么让这样一个小鬼来做辅佐 这不是胡闹 林凡听到这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看样子 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环要有些大啊 钟寻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情要忙 告辞 说完 钟寻便大步离去 留下林凡和郑光明 站在这办公室之中 颇为尴尬 一旁的郑光明 当然也同样如此 咳嗽了一下 说道 辅佐大人 大家暂时应该对你有一定的误会 你不要介意 不是误会吧 林凡坐到了沙发上 不管是论实力 资历 这辅佐的位置 都不应该由我来坐 这也是林凡心中的实话 对于钟寻和其他那些寻察史的态度 林凡也并没有因此 对钟寻等人感到不满 林凡的优点之一便是 他的心态还算不错 郑光明坐到林凡的对面 笑道 林辅佐看样子想得倒是挺开的 这样也好 总比跟他们翻误 双方对峙起来要好 林凡点了点头 看着郑光明问 我这出来驾到 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对于辅佐平日里要做的工作 也是一问三不知 郑光明点头起来 说 上面应该也是考虑到了 所以让我来辅佐林辅佐 林凡如今甚至连辅佐 林凡如今甚至连辅佐平日里该做一些什么工作都不知晓 甚至还不如面前的郑光明 林凡问道 郑兄你如今是什么实力 也是巡查史吗 气品道长进 郑光明摆了摆手 只不过我的实力还没达到那个地步 想要成为巡查史确实有些难 只能算是石方丛林的外围成员 听到这 林凡心里有些汗言 难怪忠巡以及其他的那些巡查史 一个个不待见自己 像郑光明这样的七品道长进 甚至连成为巡查史的资格都还没有呢 而忠巡这些巡查史 在七品道长进中 更是佼佼者 在看自己 特么一个无品道长进 来当了他们的顶头上司 这群家伙没联合起来挖苦自己 恐怕已经算他们的人品不错了 还想真的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手下 林凡无奈地微微摇头叹气 这样一想 想要让这群人老老实实地给自己做手下 还真是有些任重而道远啊 郑兄 不知辅佐平日需要做些什么 林凡问道 郑光明道 其实府做主要做的事情 有三样 抓情报 收人心 除妖邪 随后郑光明和林凡聊了起来 其中除妖邪是最简单的 便是解决掉整个江南省那些普通世家子弟 甚至是苍剑派都解决不了的妖魔 而收人心 便是将下面的巡查史给收服 江南省和徐州省相同 在江南省省会 江南市之中 有东南西北四方巡查史 也称为内巡查史 还有四个巡查史 在江南省各地除妖 一般统称这四人为外巡查史 也称为行走 当然 十方丛林这个组织之中 当然也有散布出去的情报人员 这些人如同卧底一般 隐藏在各处 林凡当然是有资格翻查名单的 他在办公室之中拿出名单一看 很长一串恐怕的有上百人 这上面写着姓名 联系方式 暗号 以及卧底的事例 以及身份背景等等 上面有着很详细的信息 这些人也遍布在江南省各地 其中 有一些在苍剑派 黑门 甚至腰山岭之中 还有一些卧底 则是隐藏在江南省各地 就是做着普通的生意 看起来跟普通人毫无异样 恐怕谁也想不到这些人会是某个势力的情报人员 这么多 林凡低头看着名单 郑光明等人自然知道林凡的身份 他忍不住开口提醒 林辅佐 我们知晓你是苍剑派所出来的 只不过名单上的这些隐藏在苍剑派内的人 还希望林辅佐不要提及 郑光明这是怕林凡顾及何荣云和的情分 将这些卧底给抖了出去 外面身为普通人的卧底还好说 但这些门派势力之中的卧底 都是十方丛林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想办法弄进去的 谁也不想看着这些卧底轻易地就着进去 林凡看着郑光明在身旁 那一脸紧张的神情 脸上露出笑容 放心 我有份寸 那就好 郑光明随后又大概地给林凡说了起来 林凡问 那我平日里 住在什么地方 工作就在这里 郑光明点头 没错 现在开始 辅助您就是这家书店的老板了 林凡黑着脸 忍峻不住又想起了袁安顺 如今自己也成了辅作 可谓啥自己就是个书店老板 袁安顺就是科技公司老总 了解清楚这些事情后 外面的天色也已经暗淡了下来 郑光明也告辞了 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让林凡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他 郑光明离开后 林凡坐在沙发上 这二楼有一个颇大的落地窗 可以将外面街道上的景色一览无语 林凡看着外面街道上的景色 虽然这些巡查时不怎么带见自己 但这并不影响林凡此时的心情 现在林凡的心情 可以说是颇为不错 林凡有些明白古时候的人们 那种怀念故乡的思念之情了 突然 林凡看到街道上的一个人引走过 林凡愣了一下 这么巧 他急忙跑下楼 然后朝着拿到人影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条街道上颇为繁荣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林凡很快 追上了这个人影 他急忙喊道 东子 曲东走在前面 听到林凡的喊声 愣了一下 回头看去 林凡 曲东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说道 你怎么在这呢 此时的曲东穿得颇为成熟 下巴有不少胡渣子 看起来沧桑了不少 你小子现在怎么这身打扮 我都差点没认出你 林凡说道 第五百一十张料国卫 曲东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摸了摸鼻子 没有说话 最近过得怎么样 林凡上下打量了许东一番 说道 就那样吧 曲东叹了口气 林凡加入苍剑派后 许东也开始在阴阳界中奋斗 最初的许东认为 自己也不比谁差多少 只要慢慢努力 总能一步步地成为大人物 可是真正的阴阳界中 凶险无比 稍有不慎 恐怕就会粉身碎骨 这些年的磨练 让许东整个人成熟了不少 找个地方喝点 林凡问 曲东点头 成 我请客 走 曲东显然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新居熟路地就带林凡来到了一个小饭馆中 此时刚好是晚饭的时间 饭馆内倒是忙得热火朝天 老板 路过的人 却是一个个朝许东喊道 这饭馆你开的 林凡笑着冲许东问 曲东点头起来 要不然呢 走 曲东带着林凡来到饭馆二楼 虽然是个小饭馆 但这二楼却有不少雅间 曲东随便推开一个雅间 然后让服务员炒一些菜过来 老林 你小子够可以的啊 曲东笑容满面地坐在林凡旁边 说 我听说你不少事情 真特么牛逼 林凡翻了个白眼 别 你可别吹我 你不知道我这性格 一吹就得上天 倒是你 最近过得怎么样 曲东说 就那样拜 阴阳界的最底层 每天就这样瞎混着 可白婷婷呢 发展得怎么样了 林凡笑容满面地问 曲东说道 我俩倒是经常联系 但我自己吹了牛逼 说得混个出人头地才回庆城市娶她 结果现在你也看到了 就这样开个破餐馆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林凡皱眉起来问 还有闲心情开这餐馆 曲东眉心出现了真文 六品居士 林凡夸赞道 你这速度够快的啊 这才多久 就已经达到了六品居士 曲东摇了摇头 咱们哥俩 倒也不怕你笑话 你以为我是看这餐馆玩呢 混口饭吃 得赚钱啊 难不成我这堂堂六品居士 还去大街上给人看香算命不成 林凡皱眉 可再怎么 也不至于开餐馆吧 你随便帮人斩妖除魔 斩妖除魔这行当 太厉害的 我都不过 太弱的 一大堆人抢着干 曲东说 我们这地方 不比庆城市 你想想 庆城市都有两个小市家呢 江南市可是省会 鱼龙混杂的地方 给富商斩妖除魔这种事情 危险小 报酬高 不知道多少人抢着干 这样的好差事 林凡有些奇怪 还有这样的事情 这林凡倒是没有听说过 曲东笑了起来 说 老林 你这家伙起步高啊 一开始就进了苍剑派 然后成了苍剑派掌门的清传弟子 你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恩 林凡点头起来 曲东说的这个原因 其实也在理 林凡的起步 虽然比起那些超级天才不算什么 但也是很高的起步了 很快 饭菜已经被服务员端了上来 满满一桌的菜 林凡也不客气 就他俩这关系 也犯不着客气 曲东开心地看着林凡 说 行了 我这破是有什么好聊的 倒是你 你这家伙混得是真的厉害 而且没有想到苏大小花 他竟然还是玄名剑派掌门的女儿 他颇为痛心地说 这么牛的白富美 我们班上的那群人 一个个竟然嫌弃得要死 兄弟 要我说 就只有你会掩饰猪 给人家擦两年鼻涕 现在可谓是爆的美人归了 对了 苏大小花你 不是听传闻 说你和他在一起了吗 林凡翻了个白眼 你上哪听的传闻啊 曲东摸了摸下巴 关于你的传闻 多正啊 都有哪些 林凡笑着问道 很多 比较靠谱的就是 你被玄名剑派的掌门 苏千诀赏识 退出苍剑派 转而加入玄名剑派 和苏大小花秘密澄清了 还有 关于林凡 各种各样的传闻数不生数 毕竟真正知道 林凡这些事情内幕的人 也不会站出来澄清 而林凡 从各方面来看 都是江南省最杰出的天才 自然被江南省阴阳界的 这些人当成谈资 对于林凡退出苍剑派 大多数的想法都是 以为林凡去了江北省 加入了玄名剑派 这样的说法 也比较合理 否则怎么解释 林凡这样的一个天才弟子 会退出苍剑派呢 林凡无语地摇了摇头 谣言可畏啊 那事实是 曲东好奇地看着林凡 曲东隔三差五都会在外面吹 自己和林凡是哥们 但那群人怎么可能相信 别看许东是六品居士 但只要不夸入道长径 在外面私混的 都只能算是阴阳界的底层 林凡可是江南省如此杰出的天才 在别人眼中 怎么可能和许东这样的人扯上关系 算了 林凡摇了摇头 吃饭 这时 门外一个服务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这个服务员是个十八九岁的丫头 看向许东说 老板 外面有个人找你 说姓廖 廖 许东皱眉了一下 心里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那家伙怎么来了 他站了起来 对林凡说 我有个朋友过来了 我先出去接待一下 刚说完 门外就有一个三十五六岁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这人穿着一身黑色的皮夹克 头发散乱 嘴角叼着一根香烟 许东面色沉了下来 说道 廖国卫 我有朋友过来了 我们外面去说 廖国卫冷恒一声 目光往林凡上下瞥了一眼 看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屁孩 他心里更是轻视了几分 也没有将眼前的林凡当回事 廖国卫开口冲 许东说道 许东 行了 我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那没腰单的下落呢 交出来 许东就没看着廖国卫 廖国卫 你别太过分 明明是你自己不讲信用 还把所有事情推到我身上 第511章带你装逼带你飞 林凡听到这 奇怪地看着许东和廖国卫 东子 怎么回事 林凡开口问 许东脸色露出犹豫之色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是真的不想麻烦林凡 毕竟这种小事还找林凡帮忙 许东自己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他说 老林 没事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我自己能处理 咱们回头再去 满着 廖国卫伸手将门给挡住 上下打量着林凡 开口说道 你这朋友欠我一颗七品换铃的腰单 我看他这穷搜搜搜的样子 恐怕是拿不出来了 你替他给吧 林凡嘴角流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一颗七品换铃的腰单我还是给得起 只不过总得先让我知道是什么事吧 廖国卫听着林凡的话 心中暗暗一喜 许东一脸无奈 只能说 我之前和三叉交的人联系 就是这廖国卫所在的门派 原本想要联手一起进入腰山岭 弄一批修炼的腰单 结果我和廖国卫以及另外几人到了腰山岭后 遇到了一只七品换铃的妖怪 我们一行人苦战之下 终于将那只妖怪给杀死 但是腰单却被廖国卫给拿了 在腰山岭的时候 说得很好 大家都有份 回来之后再分 可这家伙 回来之后 非但不准备将那颗腰单分了 还倒打一耙 说是我将七品换铃静的腰单给拿走了 说到这个时候 许东心里也极为无奈 说到 他是三叉交的副教主 手下有很多手下 其他人不敢和他作对 全部都说是我拿走了腰单 许东捏紧拳头 可却又有些无奈 当初对付那只患临近妖怪的时候 许东可是拼尽全力厮杀 结果的不到那枚腰单不说 反而被倒打一耙 三叉交 林凡愣了一下 看着许东 江南省什么时候 有这样一个势力了 廖国卫 廖国卫双眼冰冷了下来 别的地方不说 他们三叉交 在江南市 有二十多人 也是有一些名声的 眼前这个年轻的家伙 竟然敢说没有听过他们三叉交的大名 这让廖国卫心里极为不满 他冷声说道 小子 我们三叉交都没有听说过 你未免也太过孤陋寡闻了一些 许东小声的解释 这三叉交其实就是阴阳界中的一些无门无派的散人 自己拉起来的组织 这种组织 自然是不可能跟苍剑派那种庞然大物相比 算是一群人 抱团取暖 林凡听着 微微点头起来 这方面 许东的确比自己更熟悉 毕竟他还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廖国卫看着林凡点头 一拍桌子 说 将七品换铃的腰单交出来 若是拿不出七品换铃的腰单 你们二人 今日都无法安然无恙地离开 喂 这是我兄弟开的饭店 这话应该反过来说吧 林凡笑了起来 我这人讲道理 你说是东子拿走的腰单 空口白牙的 未免有些无法让人信服 廖国卫猛地一拍桌子 你想耍赖 李信不信我一声贺令 我三叉交的大军 立马将你们这破饭店给踏成废墟 林凡 这家伙说三叉交那二十多人是大军的时候 还真是脸部红星不跳 一点没有害臊的样子 这一点 让林凡倒是有些佩服 行了 我没功夫陪你玩 林凡双眼绽放出冷光 如果你再来找东子麻烦 你可以试试 说着林凡身上的剑气散发了出来 磅礴的剑气迸发而出 原本站在原地 准备好好欺负这林凡一番的廖国卫 让这股气势直接给震住了 他愣住了 道长静 李是道长静的强者 滚 林凡喝道 廖国卫好歹是副教主 哪能真的狼狈离去 他临走时候 还指着林凡 小子 你别猖狂 等着啊 我们教主如今正在必死关 等他必死关结束 就是你的死期 放完狠话 廖国卫把腿便跑 看着廖国卫逃走 许东搂着林凡的肩膀 可以啊 你这光是外放气势 都能吓跑这个家伙 简直是 太牛逼了 许东是由衷的在赞扬 看着自己昔日的兄弟如此厉害 他也由衷的感觉开心 明天到江南市三中门口的石方书屋找我 我在二楼 给你安排点新的事情做 林凡道 许东疑惑的问 新的事情 什么啊 林凡道 你明天就知道了 你在江南市这么久 差不多也算是半个地头蛇了吧 这倒是 老林 这可不是我吹 江南市的三教九流 我不敢说全认识 但也都混了个脸熟 咋了 你要做什么吗 许东好奇问 林凡说 暂时倒是没事 另外 你这饭店回头盘出去吧 别开了 也赚不了几个钱 林凡重重地拍了拍许东的肩膀 我回来了 修炼资源给你管够 自己出来驾到 自然是需要找一些熟悉的人来帮自己 许东和他的关系 自然不用多说什么 而且刚好这家伙还和当地的三教九流都认识 许东摸着下巴 问道 你想干啥 带你装逼带你飞 许东哈哈笑了起来 看着林凡说 你小子 都这么牛逼的人物了 说话咋还这么屌丝呢 那对人 和你这屌丝说话 不就的屌丝点 林凡翻了个白眼 曲东其实一直没联系林凡 主要就是怕二人差距太大 怕林凡和以前有了变化 但没想到 林凡还跟自己在学校时一样 这时 林凡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却是正光明打来的 林凡接起电话问 喂 郑兄 有事吗 郑光明说 辅佐 你在哪呢 有点事 你先回书屋这边来一趟吧 恩 我马上过来 林凡挂断电话 林凡说 东子 我还有事呢 就先走了 你记得明天过来一趟 行 去吧 曲东点头起来 林凡走出了这家饭店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脸上也是忍不住流露出了笑容 第512章小人的志 林凡回到十方书屋前 此时的十方书屋卷帘门已经拉了下来 郑光明穿着一身西装 站在门口 笑容满面 看林凡走了过来 他赶忙走上前 说 辅佐 换身衣服 我们去个地方 去个地方 林凡愣了下 恩 郑光明点头起来 说道 苍剑派掌门戎云赫 邀山岭的邀王谷惊天 还有黑门门主煞十郎听闻了星辅坐上任 前来祝贺和认识一番 林凡一听 愣了一下 问道 还有这样的传统吗 当然 郑光明点头说道 以后我们十方丛林的事情 多多少少会和这三个势力沾边 大家先认识一下 以后也好谈事 不只是辅佐上任 苍剑派有新掌门上任 或者黑门有新门主 另外三方势力 都会前往祝贺 简单点来说 一省的阴阳界 就是这四方势力在维持稳定 或者说互相争斗 行 林凡琢磨了片刻 点头起来 就这样去吧 郑光明点头说道 行 随后 他开车 带着林凡往江南省的一座五星级酒店赶去 这座五星级酒店名叫一上江南 乃是江南市内有数的豪华酒店 一上江南最大的一个包厢之中 荣云和穿着一身青色的道袍 端坐在圆桌前 古惊天头发披散着 随意的坐在椅子上 脸色淡漠 屋中 煞十郎则是穿着黑袍 看起来不过四十岁左右 脸上都是阴邪之气 这新辅佐上任 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煞十郎笑呵呵的说道 不知道是十方丛林的上面 空降一个高手过来 还是由江南省原本的巡查史升上去 荣云和河谷今天都摇头起来 目前对于他们而言 新任辅佐的身份 还是一个谜 荣云和面前放着一杯茶 他拿起来淡淡的喝了一口 说道 都有可能 如今十方丛林在江南市的巡查史中 已经有两人到达真人境 让他们二人接任辅佐的位置 倒也无可厚非 几人聊着天 煞十郎冷笑的对荣云和说 对了 荣掌门 你那清传弟子林凡 听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据说是被全真教的人逼出你苍剑派的 不知是真是假 苍剑派和黑门本就是死对头 煞十郎知道荣云和的徒弟被逼出苍剑派后 开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惜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嘲讽荣云和 这不 刚好找到机会了 荣云和淡淡的说 你都说了是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你还信 你们黑门那边练妖术 都把脑袋练坏了 煞十郎双眼之中 流露出了阴冷之色 说 听说你那徒弟逃到了徐州省 真是可惜啊 说不定他的成就 比起你们苍剑派五百年前的那个抚须成就更高 可惜啊 可惜啊 嘴上虽如此说 他心里却是了开了花 荣云和表面上看似淡然 可他现在却恨不得拔剑出来 和这王八蛋决一死战 妈的 什么玩意呢 他嘲讽道 你是该可惜 毕竟你们黑门多少年 都出不了这样一个弟子 煞十郎脸色难看的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嗨啊 瞧我这嘴巴 竟说实在话 荣云和说 如今我这弟子 二十岁不到 已经是五品道长静 相比之下 你们黑门呢 煞十郎说 你徒弟再厉害 不也退出苍剑派了 荣云和说 谁告诉你 非得拥有才是永恒 相遇便是美好 所以你这星星 还是不够啊 多练练 说不定哪天 能有我一半 培养徒弟的水平呢 煞十郎骂道 王八蛋 你挑事是不是 打架不敢说 但荣云和这张嘴 来十个煞十郎 也不够看的啊 荣云和说 瞧你 星星不行了吧 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 王八蛋 煞十郎说 回头我就派人去把你那徒弟给弄死 看给你狂的 荣云和 我求求你赶快点 我徒弟现在无品道长静 可都成了十方丛林的巡查使 你要下手动作就赶紧啊 别等他以后成了辅佐再动手 到时候就没机会了 煞十郎骂道 老子现在就让人去宰了他 你赶紧的啊 荣云和骂道 妈的 当老子不敢 煞十郎骂道 荣云和 你要是不敢 你就是我人砸 荣云和倒是并不担心林凡 毕竟林凡那小子 在徐州省一口气把当地势力都得罪了个遍 现在不也活蹦乱跳 好好的吗 就这煞十郎 随便派几个人过去以为就能收拾了 老子不派人杀掉你那徒弟 我跟你姓 煞十郎气的不行 拿出手机就打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煞十郎对外面吼道 来人 此时 门外走进来煞十郎的手下 这个手下站在煞十郎身旁 问 门主 怎么了 找几个好手 去徐州省一趟 把林凡给解决掉 煞十郎大声的说道 还耀武扬威的瞪了荣云和一眼 这时 门外打开门 郑光明先是走了进来 笑着说道 荣掌门 古妖王 煞门主 三位久等了 荣云和三人是认识郑光明的 毕竟郑光明之前就是上一任辅佐的副手 新门主呢 古今天终于是沉声问道 就是在下 林凡从门外笑着走了进来 他看着席间的荣云和 开口道 师父 好久不见了 荣云和 古今天 煞十郎 三脸蒙逼的看着林凡 荣云和吞了口唾沫 仆人 你这是 你是信任辅佐 林凡点头问道 怎么 师父感觉我不太像 荣云和差点没笑出声 他 太他妈像了 赶紧进来 对了 这是煞门主 赶紧让煞门主好好声声的看看 人家刚才还在惦记你呢 说着荣云和走上前 抓着林凡的手 就往煞十郎走了过去 煞十郎心里咒骂 荣云和这个王八蛋 就是一副典型的小人得志 第513章我就这态度 他的手下小声的问 门 门主 林凡就在这 不用大老远去徐州省了 我这就调人过来 给我滚 煞十郎咬牙切齿地骂道 这个手下心里忍不住嘀咕起来 自己家门主这事咋了 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要杀了林凡呢 还说不杀林凡 就是荣云和的儿子 自己这是帮门主挽回给别人当儿子的惨剧啊 还爱骂自己容易吗自己 林凡也有些萌 搞不明白自己师父为何会如此高兴 按理说 就算自己成为辅佐 容云和也不至于开心成这个模样 容云和现在恨不得在林凡脸上 狠狠地亲上几口 来 屠人 给我儿子 不对 给黑门主打个招呼 容云和一脸嘚瑟地说 善门主 你别在意啊 口误 纯淑口误 林凡白了容云和一眼 你这家伙明明是口嗨吧 哼 沙十郎沉着脸 妈的 没想到林凡竟然会成为辅佐 这下 沙十郎还真不敢轻易动林凡 最起码 明面上是不能动林凡的 一个辅佐的影响力 和寻查时可完全不同 若是自己杀了一个辅佐 黑门第二天绝对会消失在阴阳界之中 见过师父 林凡又看向古惊天 见过古前辈 随后林凡目光又看向沙十郎 沙门主好 沙门主 沙十郎双眼阴冷地看着林凡 林凡一拍额头 瞧我 这不邪阴麻 我在徐州省那边带就了 带点口音 正常 沙门主见谅 王八蛋 当我好惹是不是 沙十郎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林凡 就算你是辅佐 我今天是来欢迎你成为辅佐的 你就这态度 林凡笑着说 不好意思 我就这态度 林凡进了屋子就发现了 自己师父和这老王八蛋不对路 但凡和自己师父不对路的人 那铁定和自个也不对路 更何况 黑门这种邪门歪道的组织 本来也和十方丛林格格不入 即便自己这个态度 想必也是无伤大雅 沙十郎目光看向郑光明 说 郑光明 你们十方丛林上任辅佐 也不会这样对我说话 你们这新辅佐 郑光明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好意思 沙门主 江南省 十方丛林方面 我们辅佐最大 你找我吐槽 还真是找错对象了 沙十郎 等着吧 沙十郎气呼呼的 直接起身就转身走了出去 砰的一声 门被关上 场面闹得这么不愉快 郑光明倒也没有想到 按理来说 这三位是来欢迎的 互相商业互吹一波不就行了 不过正如他所说 现在的林凡 在江南省十方丛林之中 他最大 他干啥 就能代表十方丛林的态度 好 古惊天看着林凡 点了点头 道 年轻有为 这是贺礼 说完 一枚一品真妖精的妖单 放在了桌上 林凡都有些意外 没有想到古惊天会送出 一品真妖的妖单 古惊天道 走了 古惊天就是这性格 话不多 但态度也很显然 毕竟林凡和古雪的关系 他也清楚 也知道古雪前段时间 悄悄跑去找林凡玩的事情 我和师父聊慧天 郑兄 你先出去吧 林凡说 郑光明点头 辅助有什么事情 随时招呼我 说完也走了出来 等这俩人走后 荣云鹤翘着二郎腿 看着林凡 我去 徒弟 你牛逼啊 这么年轻 怎么混上辅作的 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 把十方丛林头头的女儿给泡了吧 林凡黑着脸 师父 你好歹是苍剑派掌门 要点形象好不好 荣云鹤踹了林凡屁股一脚 滚犊子 你这才成辅作多久 教训起师父 是不是无法无天了 林凡一脸无语 道师父啊 这话啊 就话长了 赶紧说说 怎么突然从徐州省回来的 而且还一下子 成了辅作 荣云鹤好奇地问 林凡倒是一点没有隐瞒 人员本本地将事情经过告诉了荣云鹤 荣云鹤听得有些目瞪口呆 乖乖 你小子是鬼门关走了好几遭啊 不过说实话 纵然是荣云鹤 也有些佩服自己这徒弟了 先是跑去忽悠幻境们的南门拳跟自己结拜 然后阴了一波南门拳 让他给自己挡子弹 随后还坑了全真教的王伯伦 那个胡九喜可是真妖巅峰的超级大妖怪 来找林凡等人的麻烦 结果却是屁事没有 林凡自己拍拍屁股跑了 而且还回了江南省 成了辅佐 这还真是有点 荣云鹤说出自己的感慨后 林凡道 师父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我忽悠的南门拳 你是不知道当时那个南门拳 多想和我结拜呢 妈的 就你那一大串头衔丢出来 换成是老子 老子都想和你结拜好罚 荣云鹤黑着脸 林凡摸了摸鼻子 这不是情势所迫吗 要不然 说不定当时小命都得丢在幻境门 荣云鹤无语 他顿了顿才说 只不过 徒弟 你这时候回来做辅佐 却有些不是时候啊 林凡问 怎么了 荣云鹤说道 你这实力太低了 无品道长进 成为辅佐 你要么就是泡了十方丛林老大的女儿 要么就是十方丛林老大的私生子吧 别扯 林凡翻了个白眼 我这冰清玉洁呢 荣云鹤目光沉了下来 好像是想了好一会 这才道 你刚回来 也不了解十方丛林在江南省的架构 四个内巡查史之中 以陈江兴为主 四个外巡查史之中 又以五波龙为主 这两人都已经达到了真人境的实力 原本按照我们的猜测 要么就是十方丛林空降一个高手过来 要么就是这俩人 其中一个升上去 这俩人也明正暗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荣云鹤然后看着林凡 结果 结果倒是让你小子摘了桃子 妈的 你这小子 真是才狗屎运了 第514章不能入住 对于师父荣云鹤的这个评价 林凡还真是有些无法反驳 毕竟自己 真是运气有些好 林凡咳嗽了一下 师父 行了 你跟我说这么多 总不可能就是为了告诉我 我运气好吧 当然不是 荣云鹤的脸上 倒是露出了稍严肃的神色 他看着林凡 缓缓说道 你认为陈江星和五波龙会轻易的让你安心做辅佐吗 荣云鹤毕竟是苍剑派掌门 此时轻易的就说出问题所在 林凡忽然想到自己此前上任的时候 只有中旬一人前来 恐怕问题也出在了陈江星和五波龙的身上 林凡拿出香烟 点上抽了一口 这才徐徐说道 我是辅佐 他们肯定不会直接对我出手 这是自然 荣云鹤点头 随后说 但他们不会让你在辅佐的位置 安然的做下去的 你能成为辅佐 肯定是十方丛林上面的人帮助 但你如今已经成了辅佐 如果你被两个手下给搞下台 上面的人是不会为你出头的 这是一个人的能力问题 不管林凡是什么实力 成为辅佐 那下面的巡查史 都是他的手下 若还让手下搞下去 那还真就成了扶不起的阿道 林凡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问 师父 您老坚俱华 给我出个主意拜 那是老谋深算 荣云鹤黑着脸 他随手敲了林凡的额头一下 这件事 我就不插手了 这是你们十方丛林内部的事情 不管你们内部怎么斗 上面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这么庞大的组织 内部之间有争斗 是很正常的 但若是我插手的话 性质就变了 成你这个辅佐勾结我这外人呀 那些巡查史 荣云鹤说 明白了吗 即便是给你出主意也不行 林凡听到死 微微点头 他明白荣云鹤话中的意思 只是 有些可惜阿 他笑了起来 冲荣云鹤说道 我明白了 恩 你也要记住这一点 荣云鹤提醒说 不能找外面势力的人帮忙 这是十方丛林内的大忌讳 否则被这两个人带住机会的话 咬住不放 你会很麻烦的 听着荣云鹤的提醒 林凡脸上露出笑容 知道了 荣云鹤此时倒是颇有一种老人家嘱咐的感觉 林凡问 吃饭吧 好久没回来了 恩 服务员 上菜 荣云鹤开心的说道 能不开心吗 林凡当初刚进入苍剑派的样子 他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呢 没想到这一眨眼 林凡就成了十方丛林的辅佐 身份上来说 甚至可以和自己旗鼓相当 而且林凡这么年轻 在十方丛林内部 也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这可是自己的徒弟啊 即便林凡如今退出了苍剑派 但他是自己徒弟这件事 却是无法抹灭的 想到这里 荣云鹤就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 就跟家中父母 子女考上了清华北大一班 两人吃着饭 聊得多事琐事 一直吃到深夜 荣云鹤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才站起来 对林凡说 时间差不多了 徒弟 我先回去了 你如今已经回来 见面的机会很多 若是想我了 随时也可以来苍剑派见我 林凡点头 恩 师父慢走 林凡送荣云鹤下楼 郑光明也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辆黑色的轿车 此时也停在了酒店的门口 一个苍剑派弟子从驾驶座急忙 跑出来 帮荣云鹤拉开车门 荣云鹤回头看了一眼林凡 说 少年见魏佩托 出门便是江湖 愿你千凡利尽 归来仍是少年 林凡被这老王八蛋突然的诗情画意 差点给骚弯了腰 荣云鹤重重的冲林凡点头 双眼之中 静视感慨 转身走上车 然后坐车离去 林凡有如此成绩 荣云鹤自然高兴 但也有一丝落寞 如今的林凡 已经成为十方丛林的人 虽然有着自己徒弟的烙印在 可 可他终归不是振兴苍剑派之人啊 看着远去的车辆 林凡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忍不住 还是微微叹了口气 身旁的郑光明说道 辅作 没事了 林凡脸上露出笑容 随后说道 走吧 回去 接下来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恩 郑光明开车 拉着林凡往十方书屋赶去 路上 街道上的霓虹灯 将江南市的夜景 照得很亮 林凡靠在椅子上 看着车窗外的夜景 心里却思索着接下来要做的事 陈江兴 武波龙 以及另外六个巡查使 都对自己不满 忠询此前能来见自己 恐怕算是对自己态度最好的一个人 但纵然是忠询 都这样的态度 很难想象 另外七人到时候会用什么态度 想到这 林凡就有些头疼 关键是荣云赫的话也很有道理 自己不能借助苍剑派的力量 对付他们 那么 就只能靠自己 别特么开玩笑了 这群巡查使 都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林凡可不认为自己一个无品道长 能够对付得了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林凡只能是这样安慰自己了 来到十方书屋前停下车 郑光明说道 上一任辅佐居住的别墅 如今还在做清洁 暂时不能入住 林辅佐今天只能是在这里将就一晚上 做清洁 不能入住 林凡有些奇怪的看着郑光明 随后笑道 什么样的清洁 还不能住了 听到这 郑光明脸上露出了尴尬之色 随后说道 陈江新巡查使大人说 要亲自帮辅佐大人把关 不只是做清洁 还要帮辅佐您排除安全隐患 短时间内不能去那里住 感情是在针对自己呢 郑光明说 辅佐大人要是不嫌弃 不妨去我那里居住 不用了 就在这书屋中住吧 挺好 林凡淡淡的说道 至于那座别墅 暂时就不必了 等陈江新以后亲自请我过去的时候 再住吧 第515章 陈江新 听到林凡这句话 郑光明稍微愣了一下 脸上也是流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毕竟林凡这刚上任 这边的巡查使就联手起来给他下马威看 这样的事情 放在十方丛林 全国各地 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也就是林凡 吴平道长就成为了辅佐 在别的地方 想要成为辅佐 最起码也得是真人静的实力吧 郑光明开口说道 林辅佐 那我就先回去了 恩 麻烦你了 林凡点头起来 冲郑光明点了点头 其实林凡对郑光明的印象倒是不错 最起码没有跟其他的巡查使一起来排挤自己 光这一点 还不够让自己感动的嘛 而林凡 拉开卷联盟 走进了书屋中 书屋的一楼这时静悄悄的 西黑一片 林凡来到二楼 虽然这里比不了圆安顺纳的科技公司 但好歹也是上一任辅佐工作的地方 这二楼也很庞大 有一个小房间 看样子是休息午睡的 房间并不算大 只有一张床 一个柜子 林凡其实也没这么多讲究 直接躺上去 就睡了起来 江南省是一个沿江而建的城市 特别是在江边 极为繁荣 江边有着各式各样的小吃街 游玩的地方 即便此时已经是半夜 依然车水马龙 这里毕竟是省会城市 对于很多人而言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路边有穿着西装的人 匆匆从这些地方走过 也有穿着背心 在大牌档中和朋友划拳喝酒的 更有打扮的花枝招展 陪朋友来这里玩耍的姑娘 江南省的一个特色便是 有船上文化 在以前 这里的江边是运货的码头 但因为城市规划 码头已经搬到其他地方 但这里依然有船舶 这些船舶停在江面上 有的船是用来做餐厅 有的做KTV 一艘颇为豪华的船上 三个人坐在甲板的边缘 三人喝着茶 陈江兴穿着一身白衫 年龄约莫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看起来倒是一个温文尔雅 颇有诗情画意之人 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和面前的王千华以及张建权说道 不知道现在咱们的辅佐大人睡在什么地方 王千华和张建权便是两位内巡查使 王千华负责南区 张建权则负责西区 而陈江兴便是北区负责人 他们之中按理说是贫瘠 但谁让陈江兴如今已是一品真人敬的强者 两人自然是以陈江兴为首 王千华看起来二十八九岁的模样 瘦瘦高高的 眼眶甚至还凹进去了 一幅营养不良的模样 而张建权则恰恰相反 这人身材颇为肥胖 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 约四十岁 看起来仿佛像是哪个大老板呢 哪有半点巡查使的模样 王千华和张建权对视了一眼 王千华笑容满面的说道 陈哥 这小屁孩 说不定现在窝在那破书店里面呢 张建权则颇为懊恼的说 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 按资历 按实力 这辅佐的位置 怎么着也得陈哥来做才对 突然派了这么个小屁孩过来 陈江兴双眼怀着怨恨之色 那小子以为自己能在辅佐的位置做多久吗 哼 这种矛头小子 我随便使用点手段 他就得下去 他能不恨吗 陈江兴从十八岁就加入十方丛林 从最开始的十方丛林外围成员做起 那可谓是真正的底层 随后成为巡查史 不管是修炼 还是斩妖除魔 执行任务 都比另外三人要强 在上一任辅佐离去时 他更是突破到了真人境的实力 陈江兴甚至已经将辅佐之位 当成自己的囊中物了 可没想到 突然上面一道命令下来 让自己等人听令于一个小屁孩 想到这 陈江兴兴里就满肚子的火气 陈哥 王千华想到了什么一样 道 只不过这林凡年纪轻轻 更何况还是武品道长的修为 上面便安排他做辅佐 你说 他会不会是上面哪个高层的私生子 或者被高层的女儿给看中了 想招他当女婿 林凡毕竟是江南省的人 在苍剑派的时候 他们几人也都听说过林凡 那时候 也没见林凡和石方丛林这边有什么关系啊 可就是突然变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 陈江兴兴众一辰 王千华所说的 其实也正是陈江兴所担心的东西 万一林凡背后有人 就算是搞走了林凡 以后自己的日子 恐怕也不会太好过 张建全确实说道 陈哥 咱们没什么好怕的 让一个武品道长的小屁孩来掌管一省之地 本就是无稽之谈 这件事 就算是拿到高层面前 摊开了说 咱们也不理亏 恩 陈江兴说道 先案处给这小子一些难堪 若是他忍不住 对咱们出手 我们便有借口收拾他了 直接对付林凡这种事 暂时来说还没必要 万一林凡背后真的有人 他反倒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只是在陈江兴的眼中 林凡这样的年轻人 有一个痛病 那就是爱冲动 这种痛病 可以让自己随意拿捏林凡 当然 最起码陈江兴此时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清晨 林凡睡醒了过来 他打着哈欠 来到楼下 拉开了卷帘门 外面的街道上 此时人来人往 多是学生居多 这时 一个小姑娘慌慌张张的跑进店里 气喘吁吁的 看着站在店门口的林凡 问你 你就是新老板 林凡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也是一愣 问道 你是 你好 我叫黄晓晴 在这里打工 小姑娘急忙说道 这小姑娘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 有点婴儿肥 留着长发 颇有干净的样子 林凡仔细一想 昨天来这里的时候 他的确在这里上班 你好 这个 小黄 林凡说 黄晓晴说 老板叫我小晴就可以了 行 你先进去忙吧 你吃早餐了吗 我给你带点 林凡问道 第五百一十六章 他能开心死 好歹现在自己也算是老板阶层了 虽然和原安顺纳的庞大的科技公司的确没法比 但好歹也是有员工了不是 黄晓晴急忙摆手 不用不用 对了 我叫林凡 你先进去忙吧 林凡笑了一下 随后走到书屋对面的一个面馆 喊道 老板 来二两牛肉面 好了 林凡迅速吃过早餐后 往书屋走了 他刚进去 就看到一个人站在书屋门口 王国财 三 你怎么在这呢 林凡惊讶的看着这家伙 王国财手中拿着一张纸条 显然是在找地方 他看到林凡出现 说 大哥 我找你这地方老半天了 近来看是个不认识的小姑娘 还以为找错地方了呢 走 我们楼上去说 林凡有些激动 拉着王国财就往楼上走 两人上楼后 在沙发上坐下 林凡问 你不是让原安顺调到石方丛林其他地方去了吗 王国财摇头起来 别提了 妈的 到了地方 看我只是个最低级的僵尸 我可是让欺负的够呛 后来一不做二不休 林凡问 你和他们打起来了 王国财摇头 没 我偷偷溜了 林凡黑着脸 果然 老三还是老三啊 他问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地方的 原安顺听说我走了 就联系上了我 叫我来投奔你 王国财开心的说 我这才知道感情大哥你还没死呢 老子当然没死了 林凡问 老二呢 没事吧 二哥找地方躲起来了 他说短时间内不会现身 王国财问道 事情大概我都听袁安顺说了 大哥你真牛逼 把过拳甩给拳针叫那边了 王国财不由有些佩服的看着林凡 原本他和白龙海贼担心林凡的安危 结果没想到林凡轻轻松松的就离开了 而且还屁事没有 运气好 运气好 林凡摸了摸鼻子 笑了起来 随后说 我暂时在这里落脚了 你也留下来 这也是王国财过来的主要目的 他如今已经退出了万师门 加入了十方丛林 若在其他地方 他这相当于居士进的实力 别人哪能看得上也 还不得让人给欺负死 林凡说 你就算我这里的边外成员吧 战时 王国财道 大哥你也太抠了点吧 你都已经是辅佐了 赶紧给我弄个巡查史当当 让我也威风几天 林凡瞪了王国财一眼 还让你当巡查史 我现在的情况可不好过 咋了 还有人欺牲 欺负大哥你 王国财问 妈的 劳子忍不了 说 是谁 是对面小面馆老板 还是旁边那个卖花的大妈 林凡说道 这本地的巡查史 有两个已经到了真人镜 王国财趴得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手搭在林凡的肩膀上 大哥 听兄弟一句劝 咱们刚来 忍为上纪 这不是你刚才在嚣张 要给我出头吗 林凡摆了这王八蛋一眼 王国财黑黑干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 黄晓晴在楼下喊道 林老板 有个叫许东的人找你 说是你朋友 好了 让他上来 林凡喊道 这时 许东从楼下走了上来 老三 你先下去问问下面那个叫小琴的姑娘 看你能干点啥工作 林凡说道 恩 王国财点头 看着有些陌生的许东 往楼下走去 而许东 这时也走到林凡面前坐下 老林 刚才那人是谁啊 你朋友 我兄弟 王国财 你叫他老三就行了 林凡随后说 许东压低声音问 话说回来 你准备怎么带我装逼带我飞呢 林凡笑了起来 随后从抽屉中拿出一块牌子 丢给许东 这块牌子是木质的 上面写着十方两字 这个是 许东拿起牌子 有些奇怪 这么快小木头 林凡说道 这是十方丛林外围成员的腰牌 加入十方丛林 够不够你装逼的 听了这话 许东浑身一颤 是真颤 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上 他一脸震惊的看着林凡 你 你小子别跟我开玩笑了 说着 他赶忙就要将这牌子还给林凡 没跟你开玩笑 林凡说道 我现在是江南省十方丛林的辅佐 许东看着面前的林凡 随后捏了自己脸蛋一下 发现 不是自己在做梦啊 他随后准备一巴掌给林凡抽去 还好林凡伸手好 迅速地躲开 我去 东子 不至于吧 激动的精神失常了 林凡急忙喊道 许东摇头 说 不是精神失常 我捏了一下自己 有点疼 不是我在做梦 我就想 有可能是你在做梦啊 还有这逻辑 林凡无语起来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 真的 许东吞了口唾沫 废话 林凡瞪了 许东一眼 许东一听 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这可是十方丛林啊 对于他这样阴阳界最底层的人而言 十方丛林那就是高不可攀的组织 即便是十方丛林的外围成员 那出去 也绝对是妥妥大爷级别的存在 俗话说的好 宰相门前三品官 老林 老林 你赶紧抽我两巴掌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许东急忙说道 林凡看着他这没出息的样子 踹了他屁股一脚 疼吗 许东揉着屁股 一脸开心的点头 疼 疼 太好了 爽 这你嘛 林凡心里无语起来 我这就回去把饭馆给关了 许东高兴的说 林凡说 打住 先别关了 原本林凡之前让许东关掉饭店 是想让这家伙过来好好给自己办事 没想到老三王国才突然也过来了 林凡倒是改了主意 说 刚才我那个朋友 你等会带去饭馆 让他去你那里上班 听着这 许东疑惑的问 这 你的朋友 能乐意去我那的小饭馆工作吗 林凡道 他怕是能开心死 第517章干政事 呃 许东有些疑惑的看着林凡 按照他所想 林凡的朋友 恐怕也是一方大能吧 去自己那的破饭馆工作 怎么就高兴了 林凡看到许东双眼中那困惑的神情 心想要知道之前王国才可是扫大街呢 当时自己和白龙去当老师的时候 王国才羡慕的差点口水都流出来了 当然去饭馆工作自然是比不了老师 但也足以让王国才开心了 有时候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 许东拿着手中的木牌 问 那我现在就已经算是十方丛林的人了吗 恩 只是外围成员 林凡顿了顿 十方丛林内 先是外围成员 然后是巡查使 接着是一神辅佐 许东双眼放光的问 老林 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五品道长 林凡如实回答 听到这 许东点了点头 道 五品道长就是辅佐 我如今是六品居士 要是资源跟上 岂不是很快便能成为巡查使 林凡打击道 这个你倒是想多了 巡查使的是七品道长才行 那你 许东看着林凡 我 我算是例外 林凡咳嗽了一下道 那我先走了 许东拿着木牌 心中颇为激情亢奋 已经隐隐暗耐不住出去 找廖国卫好好装上一逼的了 林凡认识许东的时间 可不短 看着他的模样 便能猜到这小子此时想要干嘛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道 去吧 记得 回头我让王国才到你那里上班 妥了 许东说着这话的时候 人已经跑没了影 看着许东高兴的样子 林凡笑骂道 出席 然后林凡来到书屋的楼下 池方书屋装修得极好 除了书架之外 还有一大片的看书区域 这里有免费的茶饮 柔软的沙发 附近过路的人 即便是不买书 偶尔也会进来做作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这里有沙发 有免费的饮料 还有书本 简直就是蹭空调的圣地啊 林凡来到沙发上坐下 黄晓晴正擦拭着书架 王国才则被着手 在书屋中来回渡步 一副老板模样 老三 你干啥呢 林凡看着王国才的样子 王国才一听 走了过来 坐在林凡对面 大哥 你现在成了这里的老板 那我就是三老板啊 这不得多指点 指点下面员工的工作麻 你要点脸部 林凡翻了个白眼 两个老板一个员工 还指点工作 指点个屁 林凡说道 今天先让你休息一下 明天去我朋友饭馆里面帮把手 啥 王国才皱眉起来 让我去外面上班 这哪成啊 大哥 你这个书店 你看 两百多个平方 这么大 小情一个小姑娘 怎么忙活的过来 林凡说 就平时打扫打扫清洁 怎么忙不过来 王国才又道 那万一有个小偷 强盗什么的 我在的话 能收拾这些家伙啊 林凡指着自己 怎么 你感觉大哥我对付不了小偷强盗 话说回来 林凡看了一眼正在打扫清洁的小情 随后压低声音对一旁的王国才说 老三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对人家小姑娘有意思 王国才咳嗽了一下 小声的说道 大哥啊 你看我也老大不小了 都六七十岁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 虽然王国才看起来二十来岁 但架不住人家年龄大啊 林凡骂道 滚犊子 你不是喜欢大妈吗 怎么现在对小姑娘也有兴趣了 王国才辩解 我和大妈那是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情感 有共同话题 人家大爷大妈成天聊广场舞 也不见你去跳 林凡无语 王国才小声的说 这不是拉不下脸吗 林凡踹了王国才屁股一脚 你小子 别跟我扯这些 就这样定了 王国才一脸委屈的看着林凡 去冬子那里上班 然后晚上过来睡总可以了吧 林凡开口道 王国才双眼放光了起来 重重的点头 大哥果然是大哥 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看着这家伙一脸见笑的样子 他心想 小秦晚上七点就下班 饭馆怎么着也得九点十点钟吧 两人就在书屋中闲逛了起来 和小秦聊聊天 或者随便翻找一些书籍看 关于辅佐的工作 林凡还没有正式上手呢 倒是颇为清闲 很快 外面就已经快是黄昏 学生们也开始放学 这也是十方书屋生意最好的时候 很多学生进来买些小说 名著 人来人往 虽然繁忙 黄小秦一个人 却是有条不问 反倒是林凡和王国才 原本还想去帮帮忙 结果 发现他俩只要一插手 就更忙了 二人索性也就不随便乱搞了 黄小秦算账的速度很快 虽然忙 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 七点钟左右 生意也就淡了下来 林凡看黄小秦算完账 准备离去 林凡喊道 小秦 先慢着 今天算是第一天认识 一起吃个饭吧 王国才双眼放光的看着林凡 心想 大哥就是大哥 帮自己着想啊 说实话 王国才其实并不是什么很随便的人 毕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思想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但看着黄小秦 总有一种让他很舒服的感觉 黄小秦犹豫了一下 点头说 好 林凡拿出手机 给许东打去了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 东子 弄个包间 我们过来吃饭 林凡笑道 许东在那边沉默了好一阵 随后才说道 老林 我 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给你说 林凡愣了下 咋了 许东沉默了好一阵 才说道 我之前出去的色 结果 你给我的令牌 被人抢了 林凡 还有人敢抢十方丛林的令牌 林凡忍不住问道 许东缓缓地说道 是廖国卫 他不相信我加入了十方丛林 然后 就把令牌给抢了 今天的晚餐暂时取消 明天再吃 林凡说道 王国才看向林凡 问 别啊 怎么了 小秦先回家 林凡双眼中流露出了冷色 老三 跟我走 干正事 第518章 吕志平 将十方书屋卷连门关下后 林凡带着王国才赶到了许东开的饭馆门口 许东脸上全是尴尬沮举丧之色 站在门口 东子 林凡走上前 看着许东的神色 道 怎么回事 许东有些尴尬地说道 那个 老林 我之前不是出去的色吗 结果 人家压根不相信我加入了十方丛林 廖国卫还将那枚令牌抢走了 听到这 林凡眉毛皱了起来 问道 那的廖国卫在什么地方 许东说道 应该在他们三叉叫总部 走 带我过去 林凡说 许东小声地说道 老林 他们那边人多是重 万一 放心 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林凡看着许东尴尬沮丧的样子 明白许东的心里也有些不是个滋味 他拍了拍许东的肩膀 别这个德信 加入十方丛林了 就得有点十方丛林之人的气魄 许东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三人开车往三叉叫的总部赶去 路上时 许东也给林凡和王国才说起了这三叉叫详细的事情 这三叉叫的人 基本上都是居士 教主汪振凡是七品居士巅峰的高手 加上廖国卫同样是七品居士 三叉叫在江南省内的三叉酒流之中 倒也闯出了一番名声 很快 车子开到了一个食品加工厂前 外面的牌匾则写着 三叉食品加工公司 这 王国才坐在车上 问道 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一旁的许东道 没来错 这是三叉叫的主业 主要做一些食品加工的工作赚钱 王国才有些目瞪口呆 好歹是一群居士 开这么个破厂赚钱 不奇怪 林凡淡淡的说道 即便是苍剑派之中 在俗世也开设了很多公司 赚钱来补给苍剑派那边 就以苍剑派来说 狂大的山门 上千口人 难道就指望着出来 给富商斩妖除魔赚钱 富商也没那么倒霉 哪能天天遇到妖魔鬼怪 只不过一般专心修炼的弟子 都不会接触到这方面的业务 而潜力有限 具有经商天赋的 则会接触到这一块 外出由门派出资 帮门派赚钱 面前这个三叉食品加工公司 只是一个很小的厂房 看起来并不算大 车子开进去的时候 门口也没有个保安 王国才吐槽 现在火葬厂都特么有保安呢 这群家伙混得这么差 保安都没有 零反白了王国才一眼 你也知道 这是一群居士开的工厂 还需要什么保安 谁能打得过这群人 一旁的许东泽说道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客户来 若是有客户过来 三叉交的人 会有人专门来办成保安 省钱吗 王国才有些目瞪口呆 还能混成这么差劲 这群人简直了 许东泽笑道 他们算不错的 这个厂房收益不错 王兄弟以前应该也是大门派出来的吧 算不上什么大门派 以前混万师门 哪能和现在的石方丛林相比 王国才赶忙摆手 难怪了 许东干笑了起来 严格来说 林凡和王国才 都不算阴阳界的最底层 修士之中 不为钱考虑的 那都不算底层 修士最大的作用就是斩妖除魔 只不过这太平盛世的 哪来那么多的妖魔鬼怪给抓啊 当然 非市上的修炼资源也能买 妖丹那种玩意 也是能买的 但也是天价 实力不足的 就只能是老老实实的赚钱买修炼资源 更多的则是想办法赚钱 平日里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 然后找几个姓得过的 一起组团前往腰山岭 狩猎一些腰单 听着许东的解释 王国才只有一种想法 妈的 还是跟着林凡好 最起码从来没有为钱发愁过 林凡则没想这些 推开车门 左右看了一眼 这个场里面 中间是一片空地 前面和左右 都是连排的一层矮房 其中 右边的矮房还开着昏暗的灯光 里面的人影还在忙碌地工作着 而中间的一拍矮房 显然是住房 或许也是听到车子的动静声 一个人从住房中走了出来 这个人看起来四十多岁 颇为肥胖 是裸着上身 穿着一条短裤 手中还拿着一个海碗 正在吃饭呢 什么人呢 这人喊道 干啥的 谈生意的 林凡淡淡地说道 曲东小声地对林凡道 这人名叫江凯 六品居士 是三叉胶的大护法 旁边的王国才看琢磨瞪口呆 就这杀猪将一样的家伙 还大护法 江凯走到三人面前 看到了许东 脸上露出激凤之色 哟 还当是谁呢 结果是东子 听说你加入十方丛林了 哈哈 说着 他还抱了两口饭 王国才心里暗道 这修士 日子过得还真够接地气的 林凡淡淡地说道 令牌呢 在我们副教主那 你等着啊 我去叫他 江凯说 林凡则说道 不必了 我们跟你一起过去就行 这时 另外一个平房中 这里面烟雾缭绕 摆了一桌麻将 廖国卫搓着麻将 笑容满面地说道 妖姬 糊了 廖教主今天这运气 不错啊 坐在廖国卫左侧的人 脸上露出笑容 拿出前递了过去 呂大人 这块牌子 真是假货吧 廖国卫说着 丢出了一块木牌 被叫做吕兄的人 名叫吕志平 乃是十方丛林最外围的成员 做的一些收集情报的工作 按理说 即便是这样的人 也不是廖国卫能够接触得上的 没想到吕志平突然来找他 交朋友 让自己帮个小忙 一听是找许东麻烦 廖国卫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 刚好许东那家伙在外面炫耀说 自己加入了十方丛林 廖国卫询问了一番吕志平 吕志平说不知道这事 然后 廖国卫便带人去将许东的令牌给抢了 吕志平说道 怎么 廖教主还信不过我 廖国卫赶忙摆手 这怎么可能 第519章真把自己当成辅佐大人了 廖国卫脸上堆满了笑容 搓着麻将 道 来来继续 吕志平笑了一下 说道 不完了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走了 吕志平站了起来 廖国卫和另外两人急忙站了起来 满脸堆笑的看着吕志平 别看廖国卫是堂堂的副教主 可在面对吕志平时 还是异常客气 甚至是献媚 吕志平的确只是十方丛林最外围的成员 纵然如此 人家也是十方丛林的人 吕志平站起来后 仿佛想起来什么了一样 道 对了 最近有个叫林凡的人 在外面招摇撞骗 说自己成了我们十方丛林这边的辅佐 廖教主可得小心 免得被骗割 这是当然 一定的 廖国卫连连点头 这时候 他也想到了昨天和许东待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 心中也是暗笑了起来 看样子 许东就是让那个小子给骗了 随便给了块木牌子 就以为自己加入了十方丛林 就在这时 忽然江凯走了进来 他说道 副教主 那的许东带着两个人过来了 说要见你 让他们进来 廖国卫一听 心里冷笑了起来 很快 林凡 许东和王国才三人走进了这间屋子之中 林凡左右打亮了一番后 目光锁定了廖国卫 说道 廖副教主 没有想到 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林凡双手插兜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廖国卫坐在了椅子上 笑着二郎腿 缓缓说道 小子 怎么了 找我有事 此时是在自己的地盘 和上一次遇到林凡时不同 虽然面前这个小子是道长进的强者 可他们三叉交的教主 即将出关 到时候 还能怕了面前的这个小子 更何况 还有十方丛林的吕志平在这里 有他给自己撑腰呢 林凡淡淡的说道 我不跟你废话 将令牌交出来 你说的是这个 廖国卫随手掏出了一块令牌 正是之前林凡交给许东的那块 廖国卫随手抛着 对许东说道 东子 我说你这小子倒也是 随便来个人 给你块木牌 告诉你加入十方丛林 你就姓哥 他哈哈大笑起来 说许东 你也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十方丛林那种组织 是你这种家伙能加的吗 许东捏紧拳头 咬牙说道 我兄弟不会骗我 可 廖国卫冷恒了一声 随手将木牌丢在牌桌上 脸上泛着冷笑 来了我们三叉胶的地界拿东西 你问问我们这些兄弟 他们能同意吗 除了吕志平外 其他人都是冷笑了起来 目光不善的看着林凡三人 廖国卫此时站了起来 说道 许东 你别满脸不甘心的样子 来 我介绍你认识一下 这位 吕志平 吕大人 这位才是正经十方丛林的大人物 林凡 王国才和许东齐齐王吕志平看了过去 吕志平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说道 在下十方丛林的吕志平 哦 林凡笑了起来 双眼中泛着冷意 不知道你在十方丛林之中 担任什么职务 吕志平淡淡的说道 在下是十方丛林中 专门收集情报之人 外界或许不知道自己是新任辅佐 这很正常 但若真是十方丛林之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如今顶头上司已经换人 这根本不科学 唯一的可能便是 这吕志平是想给自己难堪 林凡心中也是发了冷 若是那几个巡查师给自己难堪 那很正常 但现在一个外围成员 竟也想给自己难堪 听到了没有 廖国卫哈哈大笑起来 冲徐东说 你这傻子 让人给骗了还不知道 人家吕大人可是正经的十方丛林大高手 你以为他还能有闲心情骗你不成 曲东双眼死死地盯着廖国卫 说道 林凡是不可能骗我的 他捏紧拳头 目光很坚定 吕志平此时和林凡的双眼对视着 他双眼中带着得意之色 吕志平不知道林凡身份 怎么可能 这次他专程过来找麻凡 也是专门奉了陈江新的命令 准备给林凡一些难堪 他心里冷笑了起来 就林凡这样一个愣头青 凭什么合成大人斗 甚至现在 连自己辅佐的身份都无法证明 他双眼中 俨然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神色 曲东没有说话 深吸了一口气 对林凡说 老林 咱们先走吧 他们人多 而且还有十方丛林的人在 林凡笑了起来 问许东 怎么 不相信我了 许东急忙摇头起来 说道 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 其实许东心里也已经有些相信了廖国卫的话 只不过他并没有去想林凡骗了自己 反而是在为林凡考虑 他怕林凡万一是在冒充十方丛林的辅佐 现在真撞到了十方丛林的人 回头十方丛林言查下来 林凡会有大麻凡的 你这小子 林凡目光看向了吕志平 淡淡的笑道 你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吕志平点头起来 的确不知 吕志平其实也蛮聪明的 现在说的是不知道林凡是辅佐 并没有说林凡不是辅佐 话还没有说死 回头说起来 他也能好好解释一番 最多落个无知的罪名 这家伙才刚刚成为辅佐 难不成还能因为自己的无知 将自己给辞退了 这件事简直是一点风险都没有 回头还能在陈江欣那里留下的好印象 以后等陈江欣成为辅佐 自己必然也能更进一步 想到这里 吕志平心里就得意了起来 天底下 十方丛林之中 外围成员为难辅佐的 恐怕也就自己这毒一份了吧 这可以吹一辈子了 林凡笑着说道 很好 吕志平对吧 现在开始 你不是十方丛林的人了 廖国卫在一旁 拍了拍吕志平的肩膀 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吕大人 这家伙还真是够入戏的 真把自己当成辅佐大人了 第520章 谁才是大腿 廖国卫哈哈大笑 看江凯和另外两个手下站在原地 他骂道 都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笑 另外三人此时也挤出嘲讽的笑容 林凡站在原地 双手插兜 双眼死死的盯着吕志平 吕志平则脸色苍白 林凡笑着说道 吕大人 怎么样 这个玩笑 够不够好笑 吕志平瞪了廖国卫几人一眼 大声咆哮道 都给我闭嘴 顿时 廖国卫几人全部停下了笑容 有些无语的看着吕志平 吕志平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挤出了笑容 说道 十方丛林的任命 调遣 即便是辞退 都是有流程的 哪有那么简单 那吕大人就当我是开玩笑拜 林凡说道 廖国卫搂着吕志平的肩膀 可不是吗 这家伙开玩笑的话 吕大人别怕 滚 吕志平骂道 他捏紧拳头 心惊都鼓起来了 他可不相信林凡是跟自己开玩笑的 而且 像他们这样的外围成员 要是被辞退 真就是辅作一句话 吕志平这时候 一脸恍然大悟 说道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之前的确是接到了通知 说更换了辅作大人 新任辅作名叫林凡 想必 应该你就是林大人了 廖国卫此时脸刷的一下黑了下来 他死死的看着吕志平 说道 吕大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吕志平退后了两步 道 我就是这个意思 这位就是我们十方丛林 新任辅作 林辅作 廖国卫 你好大的狗胆 林大人亲手送出来的令牌 你都敢抢 廖国卫浑身一颤 他不敢置信的看着林凡 此时吕志平额头都冒出冷汗了 显然吕志平这话 并不是跟自己开玩笑的 姓吕的 你这王八糕子 你就是来坑我的事吧 林大人 是这王八蛋 但让我来抢你朋友令牌的 这件事跟我可没关系 廖国卫的目光急忙看向林凡 林凡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 看着这两人的样子 吕志平急忙解释 说 林辅作 小人有眼不是泰山 求您不要和我这样的小人物一般见识 吕大人可不是什么小人物 林凡脸上带着笑容 开口说道 您可是十方丛林的人呢 吕志平心里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林辅作 这件事 和我真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且 我昨日才和陈江兴大人一起吃饭呢 这是搬出陈江兴了啊 吕志平心里也是苦啊 他可不想就这样丢掉了十方丛林的职务 十方丛林外围成员这个身份 可是很能唬人的 若是丢掉了这个身份 这些年 他得罪的那些人 说不定 一个个都会找上门 到时候 可就不只是丢个职务这么简单了 哦 和陈江兴大人一起吃饭啊 林凡点头起来 不好意思 你不是说我是贾辅作吗 我也正好不认识陈江兴大人 他的面子在我这不值钱 吕志平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心里也是有些后悔起来 之前他把问题想得简单了 原本想 有陈江兴大人在背后撑腰 加上林凡这家伙年龄又小 实力又只有五品到长进 不管从哪方面看 陈江兴大人应该都能将这家伙给压得死死的才对 按理说 自己此时说出了陈江兴大人的名讳 这家伙出来嫁到 怎么也得给几分面子才行啊 可现在 林凡所说的这番话 却也挑不出问题 人家直接说不认识 何来给面子这个问题 吕志平此时可谓是紧张到了极点 他虽然只是一个十方丛林的外围成员 但也因为他性格原因 在外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 吕志平也只是一个七品居士 若是没了这个身份 他那些敌人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身旁的廖国卫 此时廖国卫捏紧拳头 此时恨不得冲上去将吕志平给狠狠的揍上一顿 这不 县城就有一个想要找自己麻烦的 林辅佐 辅佐大人 吕志平脸上难堪到了极点 林凡脸色淡然的说道 冬子 拿上你的令牌 咱们走 嗯 曲东双眼放光 看着林凡 曲东在江南省阴阳结婚的时间也不算短 也认识李志平这个人 平日里 李志平可是眼高于顶 寻常人 根本连和他搭上话的机会都没有 可如今 林凡只是说要撤掉这个家伙外围成员的身份 就让李志平服了软 足以可见 林凡并没有骗自己 王八蛋 廖国卫一脚往李志平的屁股踹去 让李志平差点没站稳 摔在地上 李志平双眼乐狠狠的看向廖国卫 骂道 你疯狂了 李这王八蛋 让我得罪了人家东哥 廖国卫咬牙切齿地骂道 随后 他一脸殷勤 拿起牌桌上的令牌 双手递给许东 东哥 之前是我瞎了狗眼 听了李志平这个狗东西的话 这才对您不敬 您大人有大量 可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许东皱着眉毛 回头看向林凡 林凡只是笑着 没有说话 许东接过手中的令牌 随后 廖国卫冲林凡说 林辅佐 您一句话 我这就将这王八蛋载了 廖国卫这句话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他哪能看不清眼前谁才是大腿 他这样的人 平日里巴结个十方丛林外围成员 都不一定能搭得上关系 林凡此时可是一神辅佐 林凡看了一眼这个三叉食品加工厂的样子 淡淡的说道 就这样吧 李志平 我说出的话 就绝对算数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再是十方丛林的人了 说完 林凡带着许东和王国才 转身便走 李志平则脸色苍白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目光呆滞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王八蛋 廖国卫捏紧拳头 看着眼前的李志平 那他们可是十方丛林的一神辅佐啊 是和苍剑派掌门 要山领的妖王等平起平坐的大人物 自己竟因为这王八蛋的鬼话 得罪了他